看著我們的台灣 你可不可以覺得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之前的時候因為衛生紙之亂 大家拚了命到了賣場裡面 為的就是一件事情 搶衛生紙 現在衛生紙不搶了 第一個之亂又出現什麼之亂 叫做499之亂 這個亂象就從昨天全面爆發 你看499有人說這個 吃到飽的這個方案 一個月平均可以省300塊 一年可以平均省3600塊 不少錢 你會像他們這樣子 去排隊排整晚嗎 你想想看 可以省那麼多錢 為什麼不要去排隊 所以你就想想 大部分台灣民眾的消費者 跟你的心態大家都一樣 本來就是 那麼省那麼多錢 我可以少開一些錢出去 我這些錢 至少還可以幫小孩付些學費 所以499之亂進入第二天 各地搶辦的亂象有爭無檢 全台灣這個門市幾道爆 都是人潮 就拿台北市的中華電信東區 台北市東區門市為例 那個人潮一下子就飆破800人 八九百人你知道嗎 一下子飆到八九百人 甚至在板橋地區的門市 甚至紀錄推到破千人 然後最高紀錄破1200人 我告訴你 我昨天晚上11點多下班 我開到三窗旁邊 三窗的中華電信裡面 還滿滿的日人 你才知道有這麼多人 各地的門市幾乎 早上8點門市一打開 這個在等候已久的人潮 風有而進 就搶進去 有些地方號碼牌 聽說不到中午就搶光 而且還有些號碼牌 抽號碼機 根本就陣亡了 什麼 連號碼機都陣亡了 只要改用人工叫號 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全台灣暫時 各地搶辦的499之亂 很多人看到這種現象 台灣怎麼不到半年之內 就已經出現這種 喪失草兩次了 而且這樣的一個情況 他們都想說 怎麼跟第三世界國家一樣誇張 但是民眾的荷包 到底有沒有審到 其實我們並不是很清楚 但是可以確定的是 三大電信業者 為了這一波499之亂 低價搶客 是嗎 不是賺番嗎 那我們來看這兩天的股價好了 中華電信從112塊 每股下跌 你看下跌了3.5塊 怎麼是下跌 算是跌幅很高 台灣大哥大 從110塊跌了2塊 跌2塊 遠傳從76.9塊 跌了2塊5毛 他也跌了 你看三大的電信三雄 他的市值 總計這兩天 有人就幫他們統計 縮水高達421億 5000萬元新台幣 可是你的意思就是說 這兩天下來 是全面縮水了400多億 是啊 所以你看到 怎麼這麼恐怖 流血競爭 其實有消費者他們就講說 其實他像以他的狀況 他是月出費1399塊錢 如果是他還五個月才到期 如果現在就解約的話 他會違約金要付3466元 就3466塊 但是他還是決定 違約金就照付 就重辦 因為他想一想 一個月平均可以省900塊 四個月他就回本 對 結果這個消費者 他就想說沒辦法 因為薪水沒有漲 薪水那麼低 他只好精打細算 所以這就是台灣的問題 癥結必病所在 什麼問題 電信老總就承認 他說他們電信業也很無奈 他們投入了那麼多資金 打造市區那些成本 雖然所費不支 要建構 但是他們根本不敢漲價 只好持續了這個 消價競爭 低價搶客 因為他們怕消費者不接受 民眾不買單 就沒有人來他們門市 跟他們這個電信業來辦的話 我不辦你的電信 你賺不到錢 你就虧大了 他後來就一句話總結 這就是台灣長期經濟不好的結果 民眾只好 就他的荷包這麼薄 操標越來越少來精打細算 台灣經濟不好 已經把這個狀況推升到 變成第三世界國家的行列了嗎 我們就來看看 中南美洲加勒比海的古巴好了 古巴其實是全世界上網 最困難的國家之一 飯店有免費的Wi-Fi 我站在飯店的門口 我就可以上網 他可以省錢 可以上網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古巴的上網費 因為我剛剛說 上網最困難的 全球的國家之一 他們的通話費 每分鐘要2.99塊美金 3塊美金等於120塊台幣 如果是 等於差不多90塊台幣 如果是他們要分享網路的話 每個Mega的流量 要2.05塊美金 也差不多60塊台幣 很貴 對於古巴人來講 你平均上網一個小時 就等於花他們 十分之一的月薪 更何況 古巴全國只有幾十個熱點而已 你要共1100萬人怎麼夠用 所以古巴人就跑到這個飯店外面 去分享這些熱點 他們也是沒辦法 迫於經濟 他們薪水低壓 然後資費又高 現在的古巴 會不會就變成未來的台灣 看著現在的台灣 你有沒有注意到 大家瘋狂的搶這499 499變499之亂 可是政府為什麼會放出這樣的方法 其目的為何電信公司 有他的思維點在那邊 還是說小英總統 想給大家一點點的小確幸 但這小確幸 可是變成一個大亂象 可是我們說到現在台灣只在那 徵求小確幸之時 看著世界各國 那可不一樣 昨天一個國際新聞出來說 川普跟金正恩他們會面的地點 會是在那新加坡 可是你想想看 為什麼會是在新加坡這個地方 其實背後有一個重要的密碼存在 是 立剛現在已經確定了 就是川經會要在新加坡 在下個月的6月12號舉行了 這是川普自己確定 宣布的一個消息 為什麼會決定在這個地方 據說推薦的人居然是誰 居然是我們的習大大 習大大推薦說 到新加坡這個地方來會面 對 前幾天我們不是才講 我們的金正恩匆匆忙忙 跑到大連去跟習大大會面 據說就是在會面的時候 習大大建議他說 在新加坡這個地方 可能是一個 比較適合的會面地點 據說金正恩就接受了這個建議 所以就跟川普敲定 雙方要在新加坡這邊會面 大家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要在新加坡會面 甚至有人跑去問 美國國安會顧問COS的時候 然後順便問他說 只有你們兩個見面 只有金正恩跟川普嗎 會不會有習大大跟文在寅 他說也不一定 很難說 所以也就是說不排除了 是 所以這個會的規模格式 然後到底要談什麼事情 可能會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 但是為什麼新加坡這麼重要 其實很多人都認為說 新加坡是一個非常適合的地點 因為第一個 你要知道 新加坡本來就常舉這種會議 他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大家不用談 他跟中國關係也很好 更重要的是 他連跟北韓關係都好得不得了 你知道 比如說他北韓 你知道在2016年以前 他跟北韓之間 北韓是免簽的 他可以直接落地免簽 北韓的人可以直接進去 但是我們不要老是羨慕人家 覺得說你看新加坡 因為地理位置好怎麼樣 其實新加坡剛成立的時候 你知道 其實是一籌莫展的一個情況 因為當時新加坡 是被大馬踢出來了 踢出去的 所以他什麼都沒有 對 你說什麼都沒有怎麼辦 當時他們就制定了一個策略 就是新加坡 我們既然只有一個城市 完全沒有任何其他資源 所以他開始發展傳播工業 然後發展電器設備工業 然後發展化學工業 我們就朝這個三個方向前進 然後為了要帶給人家好的印象 我們要把整個國家 作為一個花園城市的模樣 所以他們特別在藏儀機場 到市區的高速公路中間 兩邊都種了高大的灌木 那一進來就覺得 這個國家很舒服 整個綠意盎然 綠意盎然 然後讓你心曠神醫 你就對這個國家開始有信心 而且他的國防防衛也很重要 所以他特別去跟以色列取經 你知道他完全學習以色列 全民皆兵制 甚至請了以色列教官來教他 甚至他連經濟策略都學以色列 因為他旁邊的國家 大馬把他踢出來 印尼跟他的敵對 周邊的鄰居跟他都不友好 那他跟誰做生意 我跟你講他跟誰做生意 他跟美國跟歐洲 他跳到更遠的地方去做生意 可是你有沒有想到 這些的思維全部都是李光耀 在當時所決策做出來的 所以這李光耀的高瞻援阻 這個當然是毋庸置疑 因為沒有他做這些決策的話 會走上什麼樣一條路 其實真的沒人知道 所以這個地方能夠變成 這麼樣一個領先的地方 當然是有他的理由的 可是問題是新加坡 不斷的在前進的時候 你以為人家就此滿足嗎 我們都知道 他曾經是亞洲四小龍之首 現在更願意把我們拋開 李顯龍曾經公開宣稱 中國是全世界電子支付 最先進的國家 他願意去承認 中國比有先進得多 這真的非常不簡單 為什麼 因為他親自去大陸 看到了大陸整個進步的快速 非要發展 所以他知道 新加坡不能在那邊停留 因為他們自己的官員 就去上海親身體驗過 你知道他們官員 有一次去上海買栗子 結果看前面的人這樣 拿手機刷一下 就走過去 他以為說 買個湯草栗子 對 他想說 這是不是什麼當地的 特價優惠什麼東西 然後他很驕傲 因為他覺得我新加坡 認為很有錢 他去的時候說 我不需要什麼特別優惠 我付現金 他覺得這樣很喘對不對 結果那個小販很狐一的幹 怎麼了 就指指旁邊 那個二維條碼 你自己刷吧 你到底在說什麼 刷二維條碼 對啊 新加坡的官員居然不知道 要刷二維條碼 不好意思 你以為我 我在路邊賣唐草栗子 我留不定要DK 不好意思 我們是用 那個電子支付 現金我們沒在收的 不收現金了 是 所以這個官員 自己撒掉才知道 原來我自己 才是那個井底之蛙 所以人家的進步 其實你知道 那個新加坡人 全部都看在眼中 所以他們早在很久以前 就開始訂立什麼 2015智慧城市計畫 什麼叫智慧城市計畫 就是要先在這種AI產業 然後這種IT產業 然後想辦法 讓自己整個數據連接起來 然後連接起來之後 讓帶動整個 其他產業的提升 經過了一段時間的努力 其實他們已經提前完成 2015智慧城市計畫 所以也就是說 他們的腳步是提前的 對 接下來 人家並沒有就以此自滿 人家馬上就提出來說 他在2025之前 要做成為全世界第一個 智慧國家 相關的先進的電子支付 電子產業 網路服務這些東西 把它全面的結合在一起 讓以後 你只要來到新加坡這個地方 98%以上的公共服務 其實透過電子 網路就全部完成了 這樣子讓所有的外國來的旅客 還有本國的國民 都會感到更便利 可是到人家在學習 人家在不驕傲 人家在追趕的時候 我們台灣在幹嘛 我們台灣到現在還在說 那個電子支付有什麼了不起 那個沒有什麼 我們台灣是要走 我們台灣自野路 台灣如果再這樣轉下去的話 恐怕走向一條死路 看著新加坡的進步跟發展 你也可以注意到 新加坡到了大陸 卻發現到 自己還要再更加的進步 不過說到新加坡 可以注意到 這李光耀的整個建設之下 他們父子倆 把新加坡可是打造成 東南亞最亮的一個明珠位 可是袁老師 你到了新加坡 你看到了些什麼 對 因為我最近這六七年來 都帶研究生到新加坡 跟南洋理工大 還有新加坡國立大學 做交換的訪問 我們發覺其實李光耀 在1965年從馬來西亞 他是被迫獨立的 被趕出來的 你知道他哭了對不對 最後 他回憶錄裡面也寫了 對 他說我一定要把這件事 告訴國民 結果他用演講的方式 每天晚上夜談一樣 告訴用收音機 用電視告訴國民 我們應該怎麼樣自立自強 最後他想到一個方法 偷偷 因為我馬來西亞的水 以前都是到我新加坡對不對 要引到新加坡 對 我喝的水都是馬來西亞的 馬來西亞把你水一斷 你就沒水了 你獨立了 我就沒水了 對 新加坡說 我繳錢給你 你給我水 馬來西亞說本來就應該了 你的港口我要抽20%的水 馬六加海峽 馬六加海峽 對 一艘船抽過去 他就要抽20% 因為你獨立了 以前是我的土地 新加坡你知道李光耀多聰明嗎 他就偷偷想 我開始把自來水的掌握權 掌握在自己手上 他跟以色列不是很好嗎 對 沒錯 他就利用以色列什麼 海水淡化的技術 新加坡也做海水淡化 沒錯 你要知道 以前我們小時候去 只有那個人像師生有沒有 在吐水有沒有 會噴水 左手邊 右手邊那邊全部 從貝利民單下電山 那邊全部都是高樓大廈有沒有 那個CBDR就是商業中心 以前全部都是海 那裡全都是海 他把它填海 填海造陸 造陣 把它變成一個新的特區 你要來蓋 我歡迎銀行來 因為他知道 我如果不搞金融 不搞旅遊 我一定死 順便再蓋 也慢慢的再囤金沙酒店那塊一塊 慢慢的 你有沒有看到摩天輪 跟金沙酒店很近 那邊有個閘口你都不知道 那邊有個自來水管 那邊有個自來水管在下面 自來水管 現在變成自來水博物館 告訴他們的 所有的新加坡市民 李光耀那時候 10年整建計畫 幹嘛 海水淡化 以後我新加勒普水 就不用你的馬來西亞了 最後馬來西亞說 天啊 你怎麼不買我的水 你的水從哪裡來 海水淡化 他自己是生產出來了 對 所以你在看 水資源掐住了我的脖子對不對 我李光耀一路之下就引進了 他是大力擴刀的在做 再來我們講水 再來講港口 港口會不會被大陸取代 因為不用再經過買60海峽 日本直接從南韓 北韓 我們上次講過 北極路線 沒錯 現在他在巴基斯坦 買了一個港口 以後會不會從廣西那邊出去 以後這邊沒人過了怎麼辦 打通了以後 就直接進到泰國灣去了 17%的稅降到3% 稅降這麼多 我們上船抽著稅我馬上下降了 沒錯 然後我們 在金沙酒店游泳的時候往下看 一大堆輪船進得要進口 要進得停港口 還是要進來了 對 他停港口 他派遊艇去接這些水手進來 幹嘛 住一夜 住一夜 你要不要吃喝拉沙睡 要 因為我要搞旅遊業 所以這些水手上的案 對 你卸完後走了 剛好他就上船隔天就走了 對不對 他說金融我把所有的 國際的金融中心重鎮都在這邊 旅遊所有人都來這邊玩一天 所以金沙酒店在他 1965 2015 是不是他的國慶 對 國慶之前8月9號 李光耀5月就死了 你知道金沙酒店 演了一齣水舞秀 多大你知道嗎 寬100米 高50米 從一個蒲公英 慢慢一個小女孩子長大 變成跑步 他把李光耀的固執縮成一個 讓民眾非常懷念他 他這樣子就把它呈現出來了 對 結果有多少人在看 全 在現場有超過2萬人在看 2萬人要不要買票 要買票 對 星光後面不是有一些 星空樹嗎 有沒有 也要買票 旁邊還有樂帶雨林 可是這就是裁員了 這就是裁員 光光有人潮就有什麼潮 人潮就潛潮 海六甲馬六甲海峽 馬六甲海峽的生存數 已經變成了降低光稅 讓人來旅遊 比收關稅還要受歡迎 日本的船就自然來了 慢慢的我們就開始在想 原來金木隨火土 他都掌握了 金 你以為新加坡沒有工業 錯了 他是Assembly in Singapore Not made in Singapore 他有工業區 他有工業區 而且是組裝的 沒有煙囪的 我裝完了 我又送出去了 對 送出去了 所以他剛好港口就送出去了 他是非常聰明的 PASS就是零件進來 零關稅 組裝出去以後我抽3% 所以誰都要在那邊設 你說組織又組裝出去 才要抽3%的稅 我盡量做小的 比如說電子零件 LED這些不要大電器 結果他這個工業也慢慢上來 金木森林的國家 他說要所有人知道 我就是要種樹 而且從機場一直到市區 你全部都到樹 看得到樹 還有他的國宅做得最好 92%的國民住國宅 18%的人住豪宅 豪宅給你抽高稅 你有錢人 你去拖你的 少數住豪宅就抽高稅 沒錯 90%我幫你照顧 因為我當初建國 我就答應你們照顧你們到 我死為止 還有我兒子接下來 所以我們稱他為最獨裁 又最民主的國家 你有沒有發覺他很獨裁 對 一個邊刑你在那邊強暴一個女孩子 邊刑把歐巴馬寫信來求情 都沒用 照邊 在那邊可不可以抽菸 可以 接到 你離開三公尺 馬上罰你 你沒有帶護照跟你到酒店 馬上罰款 這麼嚴格 口香糖都不能亂屁的 對 我們帶他們去看美術館 大小生 不行 你要安靜 你帶學生進美術館 不可以大小生 不可以大小生 老師要講解 不行 連講解我都不能講解 他說請你小聲一點 所以你還小聲小聲講 對 結果我那個 那怎麼上課 我的同學跟我講說 你如果再跟他辯 你可能會被關 這麼嚴重 你是老師 你帶著學生居然這樣子 他們就把你抓了 我們到日本去都很正常 可是新加坡他說 他就是法律 規定就是規定 什麼就不能超出我的越界 李顯榮就抓住這一點 民眾的心 為什麼 他們有沒有反對黨 他們也有反對黨 可是抓不到他們的小辮子 為什麼 反對黨抓不到執政黨小辮子 因為他們的公務人員 一個月薪水15萬 這麼高 誰敢投入 不敢 對 高考都是 Best in the best進來的 精英中的精英 好 他還規定 以前我爸爸這麼做我不一樣 你進來高考第一名對不對 做基層公務人員 你可以越級報告 你有什麼新的想法告訴我 大陸有微信對不對 我們2025年要超越大陸 變成新加坡 連我的路燈還有我的道路 全部F1賽道 我看那個博友天 不得了 他們說很抱歉 我們已經舉辦過F1賽道了 所以那個馬路是平到不行 平到不行 因為F1賽車幾乎都貼著地面 對 十幾億人口在看F1賽道 所以他的路就非常好 路燈開始怎麼樣 有監控系統 你不用拍照 所有都有監控系統 車友的事情全部也監控了 沒錯 所以他那個小國就變成了一個 我們講的經濟發達 現在四小龍還是四小龍之首 政治 經濟 都還是最棒的一個國家 看著新加坡 小小的一個國家 但是他四面還敵 所以相對的 新加坡自己本身的防衛能力 就要很強的 新加坡的李光耀 他可是派了一些人 來到我們台灣秘密訓練 這一支秘密部隊 很少在台灣的新聞媒體上面 出現過 我們一般講到的 已經講很多的都是星光部隊 但是這支部隊是非常特殊 這支部隊叫做特戰精英 好 新加坡叫做反恐部隊 為什麼新加坡叫做反恐部隊 特戰精英 這些特戰精英 通通都是送到以色列去訓練 可是他的戰地訓練 各位曉不曉得是在哪邊 在哪裡 就在台灣 古關 在台灣的古關 為什麼是台灣的古關 我告訴你 因為以色列 它是一個沙漠地形 你可以把特戰部隊 送到那個地方去受訓 可是戰地訓練 我們講叫戰地訓練 他一定要送到台灣來 為什麼送到台灣 原因非常簡單 台灣的氣候 是亞熱帶跟熱帶 對 然後東南亞是什麼 潮溼溫度高 還有叢林 對不對 所以包含了叢林作戰 在台灣都有辦法演訓了 叢林作戰跟三訓都要在台灣 所以新加坡的特戰部隊 幾乎是種子教官 在以色列那邊 他受訓完畢以後 他遺失到的地方 就是古關的特訓中心 古關特訓中心 都是專門培植他們的種子教官 他們回到了新加坡以後 就可以幫他建立反恐部隊 還有一個新加坡跟台灣的關係 我們都會想到是李光耀 但是各位曉不曉得 李光耀他會講閩南話 連蔣經國都很訝異 李光耀講閩南話的 有一次李光耀到中部去 蔣經國陪他 李光耀就突然看到一些老百姓 他就用閩南話跟他交談 然後蔣經國說 那你怎麼會講閩南話 那你不是客家人 對 而且新加坡 他們自己的官方語言是英文的 英文 但是李光耀跟蔣經國講了一句話 他說這一點我要謝謝你 因為你派了金門人 擔任我的隨戶 事實上李光耀擔任總理初期 他的隨戶都是什麼地方派過去的 幾乎都是金門過去的 然後規劃入了新加坡籍 李光耀他的隨戶 其中一個姓黃 馮國龍醫生曾經講 馮國龍是李光耀的御醫 他說李光耀非常相信金門人 非常相信金門人跟誰有關 跟蔣經國有關 為什麼跟蔣經國有關 因為蔣經國的隨戶 全部都是金門人 幾乎都是金門人 除了侍衛長 副侍衛長 跟警衛組等 這一些組長不是金門人以外 他的隨戶都是金門人 西海關體的幾乎都是金門人 都是金門人 金門人會會講閩南話 當然會 還有一個 為什麼李光耀那麼信任金門人 原因是這樣 李光耀有一次他生病 他要送到中央醫院是凌晨三點 已經痛得不得了 結果李光耀說你不准告訴醫生 因為醫生是六點鐘 才會到達醫院 晚上三點怎麼辦 對 還有三個小時的時間 還有三個小時 結果他的金門級的隨戶 跟說報告總理 你可不可以讓我扎針 扎針 針灸 你說他會針灸 他會針灸 結果針灸扎了下去以後 一直拖到五點半 你說針一扎下去 他就讓他可以減緩疼痛 減緩疼痛 所以李光耀的隨戶 他早期的隨戶都是金門人 是誰幫他建立的 這個人叫國安局長周中鋒 周中鋒奉蔣經國之命 他那個時候就挑選了 20多個金門人 然後規劃為新加坡的國籍 然後送到在台灣訓練完 就送到李光耀那邊 而李光耀這些隨戶的 叫做聯合勤務綱要 那你知道是哪一個人寫的 是孔令成將軍幫新加坡 寫了聯合勤務綱要 這個就作為李光耀的隨戶 他們一個作業守則了 守則就是SOP程序 然後李光耀也很好奇 因為他非常洋化的人 到了最後李光耀 他還相信中醫 中醫尤其是針灸 就是金門吉的隨戶 經常幫他擦針 如果他手痛 或者什麼地方不舒服 就幫他擦針 這一些他說他都要感激誰 感激蔣經國 還有一個 就是新加坡的建設 是非常的快 他們蓋房子速度那麼快 那這一些本事 都是從什麼地方學來的 從哪來學來的 我告訴各位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叫做汪俊徐 他幹過師長以後 就調工兵學校的校長 有一次汪俊徐將軍跟我 私下聊天的時候 他就講到了一件事 他說我都做過師長了 那我去做什麼工兵學校校長 蔣介石說你非做不可 還要非做不可做這個校長 他說你非做不可 你要開三期叫做英文班 為什麼要開英文班 工兵購工不需要學英文吧 如果他受訓的對象是台灣的話 那應該沒有問題 但是蔣介石告訴他 李光耀希望我們幫他 培植工兵人才 因為他要 新加坡 新加坡 他們要我們來培 請我們來幫他 培植工兵人才 他培植工兵人才開了三期 就是說第一個 他要蓋碉堡 第二個填海造路 然後第三個他要蓋社會住宅 那這一些送到其他國家去 大概收費都很高 他到台灣來都是免費的 不用錢 不用錢 所以汪俊徐 可是又學到寄書 對 所以汪俊徐將軍 很委屈的接工兵學校 是蔣介石給他一個任務 這個任務就是說 第一個你會英文 第二個你又是工兵人才 然後第三個 希望你幫李光耀去培訓 這些工兵人才 來加強新加坡的建設 看著新加坡的進步 看著他的發展 你看到現在的台灣 真的是不勝唏嘘 可是我們注意到 這新加坡李光耀 把他整個建設起來 所有的新加坡人 心目中的偶像 都是那李光耀 可是還有一個香港人 他心目中的偶像 也是李光耀 而不是他爸爸李嘉誠 這是怎麼回事 我們知道說這個 李嘉誠接班交棒之後 由長子李哲聚接班 但是他的弟弟李哲愷 外界倒很少提及他 你知道嗎 李哲愷在他的辦公室裡面 不同於他哥哥的低調務實 李哲愷他辦公室裡面 他掛了幾個人的照片 包括柴契爾夫人 以前英國鐵娘子 還有美國的基辛吉 以前的國務卿 還有新加坡以前已故的總理 李光耀 李哲愷掛李光耀的照片 在辦公室的牆上 後來有人就問他 他最崇拜的偶像 竟然不是他的父親李嘉誠 香港首富 他竟然崇拜的是李光耀 為什麼李哲愷 反而會崇拜李光耀 我剛剛講的說 跟他哥哥李哲劇不一樣 很早就被他爸爸所看中 他哥哥在國外 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埋首苦讀 弟弟李哲愷 則是不斷的打工兼職 體會社會經驗和生活 結婚的時候 其實兩兄弟很少往來 尤其是哥哥在迎親的時候 哥哥的迎親車隊裡面 弟弟應該要到對不對 當然要到 沒看到弟弟出現 所以他們兩個關係 其實沒有那麼親密 他還是李嘉誠的最小的兒子 他居然沒到 對 但是其實 因為這樣的一個緣故 其實李哲愷 他在商場上的手段 還是非常讓商界側目的 比如說在1999年的時候 當時他得知說 因為當時李哲愷 他是負責成立 他一個營動數碼的公司 可是營動數碼是市值虛高 這個沒有坐實的 當時他在1999年 把握到一個機會 他聽到英國的大東電報局 要出售香港電信 香港電信可是占有 香港的整個電信市場 97%的比例 可是李哲愷 他知道自己沒那麼多錢 他也要估計到 他面臨還有一個對手 就是李光耀的兒子李顯陽 新加坡電信 新加坡電信李顯陽 對 新加坡電信的操盤者 就是李顯陽 新加坡電信曾經是全球一度是最大的 電信的業者 李顯陽當時也是 那看來這兩個人 為了要搶那家電信公司 不就變成一個競爭的對手 對 虎視眈眈的 想要把香港電信給吃下來了 可是李哲愷他想辦法 在48小時之內 找到了香港的銀行團 因為他們兩邊一開始找的 財務顧問都是HSBC 匯豐銀行 後來李哲愷想辦法找到銀行 說服香港的銀行團 在沒有任何單保品的情況之下 貸款給他130億元美金 沒有任何單保就貸款了130億美金 他自己也先套現了10億元 這樣的一個 銀行數碼的股票 加上130億元美金 他就把120億元美金 付給了大東電報局 最後完勝李顯陽 打敗李顯陽 搶到了大東電報局 他出售了整個香港電信 後來他把香港電信 跟他自己的銀行數碼合併在一起 改名稱叫做電信銀科 就是現在大家到香港去的話 手機打開 還有電信銀科的問候 簡訊都有 都是等於是那邊 最大的一個電信業者 你就知道說李哲愷 當時不動聲色 整個擊敗李顯陽 可是兩年後 我剛剛講的是1999年 2002年 當同事天涯電信淪落人 台灣電信跟殷普塔 在香港要宣布 香港 新加坡等地 宣布說整個結盟合作 你知道台灣電信的幕後 金主是誰嗎 是誰 就是電信銀科 殷普塔幕後的金主是誰 那就是李顯陽的新加坡電信 沒想到兩邊竟然結盟 後來居然做結盟了 對 竟然變 從互相商場上競爭的對手 後來沒想到牽手在一起 其實講到李哲愷他的爸爸 李嘉誠 跟李顯陽的爸爸李光耀 李光耀在這一輩子 大家一直認為說 他應該會很推崇 華人世界的一個巨富 就是李嘉誠 李嘉誠從上個世紀90年代 到新加坡去投資 一投資就500億元以上 當時甚至他在 非常大手筆 甚至他在2002年的 李嘉誠基金會 又捐給新加坡管理大學 8700萬元新加坡幣 然後甚至後來 又投資了100億元 他在90年代 投資了新加坡 就成為新加坡的永久居民了 可是你知道嗎 照理說新加坡的當時 李光耀執政之下或掌權 他一定會很欣賞李嘉誠 投資那麼多對不對 但是李嘉誠其實 在李光耀心目中 他始終李光耀瞧不起李嘉誠 為什麼 他說你想想看 李嘉誠一直說自己白手起家 可是他在世界上 有沒有製造出一個 可以流通和叫得出來的產品 商品 沒有 他只是一直講到自己白手起家 還不是都是靠他的岳父 跟他的老婆一起打拚 才有他今天的成就 但是話雖如此 其實李光耀跟李嘉誠 還是有一些私交 比如說李光耀那時候 2015年3月23號過世的時候 凌晨 他中午就跟他的兒子李哲 居和李哲凱 三個人 父子三人一起發電報 然後就是表達哀悼 辭事 對於李嘉誠 對於新加坡的李光耀總理 一代偉人的這樣過世 他表達是他內心的沉痛跟哀悼 而且下午 他就立刻跟他的兒子李哲凱 搭飛機趕到新加坡 去他的靈堂調閱 他是全球 治好華人圈裡面 第一個跑到新加坡 去李光耀的靈堂調閱的 第一個人物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 當時其實雖然李光耀瞧不起李嘉誠 但是兩個人的私交還是非常好 這也奠定說 一個在新加坡政界 一個是在香港商界 兩里 雙里兩門之家 其實還是有深厚的兩代私交 沒想到看著這張照片 可以看到李光耀跟李嘉誠之間 這樣的歡顏的笑容 也可以注意到 他們之間有這樣的一個情感的存在 可是商場如戰場 有時候這個戰場打起來 可是不得了 絕對是要殺的血流成河 看著川普標準的生意人 他現在要殺的對象是誰 就是拿大陸了 因為大陸喊出了 2025的中國製造 這下子川普認為 你爬起來 不就是我摔下去的那一天 是 李光耀 我們就覺得很覺得 中國製造2025 那是中國人自己在國內的計畫 跟你美國什麼事 你幹嘛那麼緊張 反而緊張得不得了 我跟你講 這對美國來講 是一個不得了的事情 猶如盲刺在背 這麼嚴重 因為美國人來講 以前你中國大陸 你是做中低端產業 你是世界工廠 沒關係 因為你的技術比我低 你做的都比我落後的東西 對 你做的比我落後的東西 反正我也想買比較便宜的東西 你就做好了 那些錢就讓你賺沒關係 高端產業這些 全部掌握在我手裡 低流技術都在我手中 可是這幾年 中國大陸因為 他賺的錢多了 他外匯成體多了 他不斷利用這些貿易逆差 去把你的新技術 把它買回來也好 搶懷也好 偷懷也好 用各種方式 有技術 對 趁機提升了 現在技術慢慢提升 已經開始要追趕美國了 美國這時候開始緊張了 我掌握了百億 就是有高端技術 這個錢比較好賺 現在如果你再來跟我搶高端技術 我這個產業都被你搶走 那我玩什麼 那我就沒得玩 是 錢也賺不到 技術也跑到別人的去 而且中國大陸 如果就算我們技術一樣 你人口比我多 你市場比我大 而且你的人力又比較便宜 那我拿什麼跟你競爭 沒辦法 是 所以美國現在就已經 吃了襯頭鐵的心 他一定要趕快消滅 中國大陸追趕的這個趨勢 所以第一個 他對重心使出殺手箭 你直接禁止七年 你的金援 我就是不提供給你 這麼個七年帥下去 剛好就到2025年 是 我就讓你出不來 甚至我跟你講 有一個很奇怪的案子 他也用國家安全的方式 直接去擋住這個案子 就是博通要收購高通的案子 有很多人可能覺得很奇怪 博通收溝通 那跟做到的是什麼關係 好像沒什麼關係 完全沒關係對不對 博通跟高通其實都是源自於美國的公司 跨國公司 到底跟大陸有什麼關係 其實理由很簡單 博通想要拿1300億美金 三兆9000億台幣 這麼多的錢 他要去收購高通 聽起來滿有誠意的 當時人家對他有疑慮 為什麼 因為他雖然是美國開發的公司 可是他當時總部設在新加坡 當時有人就說 這個技術會不會流到新加坡去 會不會有點危險 所以他趕快說 你放心 我立刻把總部簽為美國來 人家真的簽 簽為美國那就沒問題 那要搞定對不對 結果川普還是說不行 不行 因為同考量到國家安全 我不能夠讓你這樣做 所以我禁止這個收購案實施 到底為什麼 其實理由非常簡單 因為現在在5G這個技術裡頭 最領先的是什麼 一個是高通 另外一個就是華為 如果說你現在高通被收購了 博通它本身是一個商業公司 商業公司講求利益 以前博通每次收購來公司 第一個幹什麼你知道 做什麼 財源 我先把人精減 我支出減少 我早能夠賺錢的東西來做 不然我收購公司幹什麼 我也不吃飽了撐著 所以如果這樣一弄的話 正在一個強力競爭的時候 你突然間這邊的實力被幹掉 那你說高通的整個程度就下降了 高通下降的時候 華為就起來了 對 華為一起來不就完蛋了 那2025真的變中國製造了 所以5G產業以後就變成 華為在載製變成 中國大陸人在載製 那怎麼可以 所以絕對不能讓這個案子實施 我反正就是吃了身頭疊的心 我就是要把你堵住就對了 為什麼 因為對美國來講 這個時間越來越緊迫 你知道現在全世界幾個高端 掌握大數據 AI智慧產業 然後這一些雲端的 這些技術的這些大集團 都是誰 比如說臉書 然後Microsoft 然後Google Amazon 這些美國公司 美國公司 那就是在這個雲端裡頭 只有大陸跟美國在競爭 如果這個時候美國往後退 那就是中國往前進 將來就被中國載制 所以美國就絕對不能 讓中國搶到這一步 可是立剛你回頭想想看 當人家在這個 你真我奪全力拼搏的時候 我們台灣在幹嘛 我們台灣的電信業 在拼499 對 你不會覺得 這會不會太低了一點 我們既然停留在這種標準 會不會太低了 實際上 我們再來看一段影片 我們的標準 低到一個什麼層次 你看這是我們國軍 最近在訓練操演的一個 你看這個刺槍樹 你確認這刺槍樹嗎 他在演戲還在幹嘛 有氣無力的樣子 我記得我們以前 就算高中生也不會刺得這麼差 對 好像試出去都沒有力氣 是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段 你看這是解放軍的一個 刑軍的畫面 人家不是刺槍樹 人家只是刑軍而已 你看人家刑軍整個 這個氣勢很強 那個整個氣勢 完全就不一樣了對不對 再來看一個影片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今年1月4號 我們的憲兵 那個新兵結訓的時候 你看還有人同手同腳 那個腳 手怎麼亂七八糟 走路哩哩啦 這憲兵 憲兵應該是操練最強的部隊 憲兵的新訓中心 這個結訓居然是這一般場景 你的走路都走不好 你確定你是憲兵嗎 所以當我們一切 都給人家訓練不足 準備不充分 甚至那種慢不經心 一片患散的時候 你連低端產業都競爭不過人家 你怎麼去高端產業 跟人家競爭 我們看著世界各國 你可以注意到 為什麼有些國家 那麼快速的進步 為什麼有些國家 到了後面一直在倒退路 其實畫面當中 已經呈現出來了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說到這台灣 你可以注意到 這今年缺水的狀況 好像目前已經開始浮現出來了 可是就在有一個人的 生日的那一天 磅礡大雨就這樣下下來 有人說 這是神明之間的鬥爭 所以才造成這樣的下雨 我們在講說中部之前 還沒有下雨的時候 不是乾旱多時 然後濁水溪上游溪水都變輕 有些人就說 這是因為乾旱很少雨造成的 結果沒想到前幾天的 突然下大雨 你知道嗎 就剛好是農曆3月23日 3月23日 媽祖婆 媽祖婆的生日 媽祖婆生日 民間不是有一個習俗諺語說 媽祖婆雨然後大道公風 對不對 講的就是媽祖祂的生日 聖誕會下雨 剛好你看中南部那時候 3月23日就真的 時時就開始下雨 當年兩個媽祖還有大道公 常常一起下凡來 救民間的救苦救難 對 當時大道公後來 就把握一個機會 跟媽祖表白 沒有想到不但被拒絕 還被他教訓 怎麼可以動了煩心 寶生大帝跟媽祖表白 對 被拒絕就算 還被教訓說動了煩心不應該 因為他們是神明 對 從此之後大道公 就懷恨在心兩個人 就是糧子清潔就結下來了 大道公就說 以後在你這個生日的時候 我就每次司法下降雨 降雨讓你這個凌晨落湯經 你臉上的妝都花了這樣 媽祖也不甘示弱 以後你生日的時候 農曆3月15號 我就司法吹起一陣 讓你頭上的烏紮罵都掉下來 讓你很難堪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一個 民間諺語習俗這樣的一個傳聞 其實講到媽祖 大家都想到說 一剛 媽祖的名字林茉娘 對 但是我今天要告訴你 在台中有一個媽祖 她的這個地方 是萬和宮的媽祖 她的媽祖不姓林 她不是林茉娘 她不是 她是姓廖 大家會覺得奇怪了 在萬和宮有一個神秘的媽祖 媽祖居然敢姓 我要告訴你 還有一個典故 剛年 剛雕塑完成 要準備開光點睛的時候 你知道嗎 有一個奇聞異事發生了 就當時在廟附近的 一個賣針線的老闆 結果她就在那邊碰到一個小姐 一個姑娘 然後就跟她講說 請她到她家裡面 在台中西屯的大漁池附近 然後跟她爸爸媽媽講 一個姓廖的人家 跟她爸爸媽媽說 他們家門前的櫃花樹樹下 買著兩枚龍蠅 然後這個廖姑娘講完之後 不宜 她就這樣走進去 萬和宮裡面去了 可是那個老闆也不宜她 她覺得雖然有點半信半疑的 還想說奇怪 怎麼人就不見消失了 她就照著廖姑娘的說 告訴她的內容 就醜到他們台中西屯 大漁池那邊 果然就看到了 她形容了這個場景 然後後來進去才發現說 原來跟她講話那個廖姑娘 叫做廖品娘 廖品娘她的爸爸媽媽聽到 她爸爸媽媽就是奇怪了 我女兒在裡面 好多聽都沒出來 你怎麼會說 你在外合宮的門口碰到她 對 結果後來 趕快進去房間裡面一看 結果呢 原來女兒已經氣絕身亡蹲持 已經亡生了 然後趕快跑到門口的 這個桂花樹去挖 真的挖出兩枚龍蠅 然後這父母親就很感動 就很難過又感動 趕快跑到那個萬和宮去 才剛開完光點完經的 這個老二媽的這個金尊 這個金生她的媽祖 她竟然流下了一個臉淚 到今天這個淚痕 你說這地方還有淚痕存在 就是這邊 有沒有看到 整個淚痕 這個媽祖婆的這個金生 她當時挑剋完 竟然就有淚痕存在 然後讓大家看了這個 這這稱奇 才知道說 原來她的女兒廖品娘 這個廖姑娘 已經進了萬和宮裡面化了 然後成為了老二媽媽祖了 這個事情傳開了之後 後來萬和宮這幾百年來 都跟台中西屯大於石 那一代的廖家 還有廖姓的後代子族人 結下了不解資源 每三年就會回去省親一次 你看他後面大家這些習俗 而且據說那邊廖家的後代子 都稱呼這個老二媽萬個公的媽祖 稱呼她為姑婆祖 姑婆祖 所以你就知道說 原來他們有牽起這一段 信仰的傳奇 講到媽祖 在台中無期的大莊媽媽祖 也有神機出現 比如說去年的時候 他們精心安排 從一百多名媽祖的信眾當中 用擲筊的方式 挑選出21名信眾 那個擲筊是每一個信眾 他都要擲三次的信筊 也就是獲得大莊媽媽媽祖同意之後 他才能夠組團一起結伴 登上玉山去進行一個 一場來神明的遶境 所以也奇怪 當時他們一路爬山 一路都無語 本來氣象預報都說可能會下雨 尤其是進入山區的時候 都一路無語 結果他們上去的時候 反而天氣都很好 對 上去的時候 不只天氣很好 甚至到了玉山石邊那附近 突然有上千隻的蚌蚊 蚊蟲出現在附近 這麼多蚊子出現 讓大家嚇了一跳 怎麼平常有很少 連玉山那邊的觀測場 很少看到這種現象 因為太高了不太會有蚊子 後來有了解靈異的 民俗的專家就說 這上千隻的蚊蚊 突然出生在這邊 也有可能是大莊媽媽祖 除了為了保護信眾之外 還有御師說 他是來這邊 媽祖落盡 然後在玉山這邊 也是來超渡山上的這些 所謂的梨妹亡娘 就是希望那些魔神 不要來這邊害我們這些人類 我們看著原來媽祖 這樣子庇佑著 所有的這些百姓們 可是我們說到 在加拿大那個地方 有一個島嶼在加比奧拉島 那個島有人早上在那邊走著走著 突然之間發現了 有一隻斷枝在那海邊 結果加拿大警方就想說不對 這11年來 已經第14隻斷枝出現了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立剛 這恐怖與離奇的故事情節 連加拿大貝斯省的警方 都覺得恐怖 為什麼 因為前幾天發現了 這一個人類的斷腳 這斷腳的殘骸 他還連著一個跑鞋 你意思說這雙鞋子 連著他的腳 是 那你光看你就覺得詭異 為什麼 因為你要知道 加拿大西部的海域 它面臨太平洋 它是很大的 在喬治亞海峽那邊 其實他也不是說非常荒涼 它類似那邊有一個溫哥華島 你說這個島上面 你剛才講那個加比奧拉島上面 它有人牽狗散步 木堆裡頭就卡了這個 然後11年來 又發現了這是第14隻 但這代表不是偶發巧合 可是就很詭異 你想想看連斷肢跟鞋子 都會這樣子在海邊出現 然後14隻腳都是有跑鞋 所以也就是說 可能是個凶殺案件 不對 立剛 因為他們發現 沒有明顯的外傷 這就是沒有外傷 才讓警方發毛 你說都連著跑鞋 你們不覺得這種感覺 好像說這些人 他本來好像是在另外一個空間 他可能正在走路 他可能正在跑著跑著 突然可能他的腳 就掉到另外一個空間 然後就在這兒了 這麼恐怖 不是 你可能會覺得說 因為加拿大西部的海域 它非常的遼闊 還有人說 駝北者的遺體跑來這兒 那個問題是 失蹤者名單也對不上 好了 你說這會不會有可能是來自於 其他的維度空間 四維的 五維的 六度的 好 我告訴你 這不是沒有可能 你知道加拿大的西部海域 還有一個地方 當地的民眾說 他那個海底下 會跑出一些很奇怪的聲音 你去聽你看那個聲音 立剛你聽 你現在聽是不是有起雞皮疙瘩 你有起雞皮疙瘩 對 很刺耳的聲音 我告訴你 海裡面怎麼會有這樣子 刺耳尖銳的聲音 我現在自己 我光聽我在講 我都覺得發毛 當地的民眾說 聽了這個聲音 他覺得好像這個聲音 就像來自於地獄的詛咒 他們聽了也覺得被詛咒 甚至有的人渾身會頭淤目血 結果這個事情 驚動了加拿大的軍方 加拿大軍方立刻派 他們來調查了 立剛他們派泰側船 潛入到當地海域 深入三千公尺 幾千公尺底下去 這麼深的海域當中去找 立剛你知道發現什麼事嗎 發現了什麼 他們什麼都沒發現才恐怖 沒發現 那怎麼會有這樣的聲響出現 立剛 我必須要去聲明 因為你下面這麼深 這麼寬 照到你一定會有海洋生物 對 結果他們發現 那個地方是個滅絕區 是個死亡禁區 所以你意思說 待在那裡面 根本沒有任何活的生物 沒有半樣活著的生物 那你在伴隨著這樣的聲音 所以又有人大膽的推測了 莫非這個地方 並不是說生物無法生存 是生物都被抓走 被抓 被誰誰抓走 對 那被誰呢 或者是哪一股力量 或哪一股奇怪的平行空間 拔門 海底蟲洞 拔門都吸走了 立剛 這個說法 你不要覺得說 好像太天馬行空 電影環太平洋裡頭 不就曾經拍到外星的 這些怪獸級的生物 它是從 深深的海洋中 他們是從另外一個外星 到地球的地心從這個蟲洞 轉出來 來攻擊人類的對不對 而這樣的邏輯 其實在加拿大的西部海域 曾經就有他們一些專家 以探測的潛水設備 深入到我剛才說的 三四千公尺下面去 結果發現了 看到了什麼 憑空出現地球沒有的生物 那哪裡來的呢 我現在馬上給大家看 紫色的章魚 這個奇形怪狀顏色的海綿 還有一些雙殼類的軟體動物 跟我們講的一些海塞 立剛 這些我們畫面中所看到的 專家就講 海洋專家就講了 他說他們彷彿是來自於 一種外星環境 非常的原始 非常的奇怪 根本不像是地球的物種 而且也是這些專家 所沒有看過前所未見的物種 哪裡來的 立剛 1914年 當時加拿大有一艘 補海豹的船 船上有250個人 他們去冰原要補海豹 結果有77個人下去冰原 77個人遇到了暴風雪 72個死亡 5個失蹤 好 那重點就在於這5個失蹤 人間蒸發 後來這一艘補海豹的船 兩年後重新出發 又去當地冰原補海豹 結果就在補的時候 遇到了同業的海豹船 他們就跟他們吹了哨子 吹哨代表什麼 就代表他要提醒對方 我們現在有船員 要從冰原登船 開船要小心 隔天 這一艘曾經出過市的 船上面的船員 跑去了昨天吹哨子的那個船 跟他們談生意 就談起昨天電視 昨天你們是不是有吹哨子 有 我們有特別小心 他說不對 我們吹哨子是在提醒你們的船 有船員從冰原登上船 結果那曾經出事的船 就講沒有 他們也沒有 可是對方的船卻有看到 對 他說我們昨天沒有船員 從冰原上面登船 我們根本沒有去補海豹 哪有船員 所以這船員就很好奇 就回去問船長 船長說有 昨天有5個人 從冰原上面登上了我們的船 所以有船才會吹哨子提醒 而且我可以告訴你 那5個就是兩年前 在冰原送失蹤的那5個 他們不是像鬼 他們是感覺從另外一個空間 跑出來 又從另外一個空間消失 沒有想到在北冰陽的這地方 居然有這麼多神秘的一些事情 不管在海底下 或者在海面上發生 但是未來會出現什麼樣的場景 這讓人值得深思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家應該都是一個最安全的地方 可是在英國有一戶人家 他覺得怎麼家裡面感覺 就是那怪怪的 乾脆裝個監視器來看一下好了 這麼一看 不得了 男主角覺得 他一直在跟另一個世界的 不明力量在相處 所以監視器畫面直接拍 就拍到 你看他現在在倒水 結果紅磅圈出的那個杯子 你有沒有發現 它動了一下 這個杯子怎麼會動 好 主人嚇到了 那可能杯子下面它有水 沒有 乾的 乾的 好 那為何會動 我告訴你 這股詭異的力量 在戲弄他們不止這一次 現在另外一個地方 我們所牽住的 你有沒有發現 抹布直接飛掉 椅子直接移動 可是你沒有風 為什麼抹布掉 椅子沒有人碰 為什麼會轉 沒有人會拿自己的住家開玩笑 因為這房價會跌的 沒有人敢來你家 這門 這還是鏤空的鐵門 這也能夠自己移動 難道風能夠把鐵門都吹動嗎 他們說他們家有陰陽交界處 而且就在他兒子的房間 監視器直接拍下來的 還不止這一樁 立剛英國有一個酒吧 酒吧老闆嚇死了 為什麼 因為監視器拍到 他的墊從後右上角 突然冒出了一個 白色半透明的鬼影 你有沒有看到 那邊看起來懵懵的感覺 立剛 這個懵懵的半透明鬼影 他還會變化形狀 由小變大 變大之後再變長條狀 然後最後他不曉得 是不是可能知道 人類畫面捕捉到他 他還可以迅速往天花板右側 俯衝消失 有沒有看到 會俯衝消失掉 讓人家覺得害怕的是 那個老闆 他說他曾經在店內 還跟這個光影拭目相接 所以也就是說老闆的肉眼 也看到了這樣的怪異的光影 所以你看看 是不是沒有看到 突然俯衝從這邊消失 所以往上跑掉 如果你說單純的是煙 不可能會這樣 因為酒吧那裡沒有風 對 二 鏡頭如果髒污模糊 也不可能是這樣 因為他在移動 酒吧的老闆又說 曾經看到這個煙 這個鬼影像鬼馬小精靈 有五官 而且發現他那五官是扭曲的 什麼 這樣居然有五官 是 後來才去調查 才發現說 這個Pub之前 這個前身是個併儀館 好 立剛 但是還有人 就發現在英國的德文郡 有一個惡靈古堡 結果一群年輕人 就去那邊探險 但是他們不知好歹 因為他們探險他那一半 表面上現場沒看到東西 回去衝醒照片 你說這個是照片 你看 這個懵懵的 白霧狀的東西 你說就是這個東西 是 是一個馬的形狀 而且他們發現 這馬上面還有騎士 這騎士而且不只一個人 還有 你看這邊 也有一個怪異的光 影子上來 這個是伯克利古堡 它這個影子消失 10秒鐘它就消失了 因為古堡內出現了幽靈騎士 它白色透明狀 是一個電視台工作人員拍到的 有人說是煙囪的煙 但是他說當時煙囪沒煙 也沒有風 怎麼會出現一個 直接被人類攝影機所拍到 白色半透明的幽靈騎士 在伯克利古堡出現 英國的這些鬼魂還特別多 英國這古老的城市裡面 加上這些的古堡 可能這歷史悠久之下 也有些怪異的這種的能量 存在於其中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在昨天晚上的時候 美國白宮出來一個訊息 那個訊息那就是6月12號了 6月12號這川普跟金正恩 他們要在新加坡會面了 可是你想想看 兩個敵對的國家 甚至幾乎要到開戰的程度 居然這個時候 兩國的元首要在第三地會面 那這個第三地 可是一定要一個非常安全 而且兩個國家 都能信任的地方 但新加坡它有什麼樣的能耐 讓美國跟北韓 他們都可以相信呢 是 第一高 沒想到馬總統卸任快兩年了 然後結果居然還能夠讓台灣 被世界知道 可是被知道的是滿奇怪的 因為當人家問白宮副發言人說 你為什麼要選在 新加坡這個地方 舉行這個金川會 然後結果他就說 因為金川 那個新加坡這個地方 是一個非常安全的地方 而且過去在2015年的時候 我們的馬英九總統跟習近平 習大大當時就在新加坡會面了 這是給白宮他們提出來了 人家特別提出來了 所以這個也算台灣之光嗎 我是不知道 至少讓台灣重新又有能見度了 不管怎麼樣 會選在新加坡 當然是各方折衷考量之後 最有決定的結果 實際上他也並沒有講錯 也就是新加坡的安全防護 真的是世界一等一的好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我們回顧一下2015年的時候 當時習近平 大大跟馬英九總統 當時就在新加坡見面了 你看就是這個畫面 是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的就是 我們都知道馬英九總統 本來隨身就有貼身隨護 他也一定隨時要保護總統的安全 習大大更不要講 中南海保鏢更不得了了 這些中南海保鏢 其實他正式的名稱 叫中共中央警衛員 這些中共中央警衛員 他們是隨時隨地要保護 你看你看那個眼神 銳利如鷹 隨時都在監測 旁邊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你想想看 習近平可是富比式排行榜 在2018年全世界最有權勢的人 而且你要知道 人家的中共中央警衛員 的防守範圍多大你知道 從習近平 習大大 身舟150公尺到3000公尺 到這麼遠 3000公尺等於3公里外 所有的這個中央警備局的人 每個人身上都一定配槍的 對 理論上應該是要這樣 當然 我跟你講可是很奇怪的就是 不能有任何的閃失 很奇怪的就是 就在馬錡會這一天 居然習大大很罕見的說 跟隨護講說你們都離開 你們不用跟我進來沒關係 他這麼放心 你都沒有你自己人在旁邊 你會不會覺得有事 他不要中南海的保鏢 在這個會議室裡面 是 那我跟你講也很奇怪 我們的馬英九總統同樣的 我們當初我們的隨護 進入新加坡的時候 我們是有跟他們申請 我們要配槍去的 你要保護總統安全 可是這些配槍的隨護 後來也都沒進入會場 也沒進會場 是 表示雙方都沒有帶有 武裝的人員進去 那代表什麼 第一個 代表雙方的誠意對不對 因為彼此都沒有 想要傷害對方的心 那第二個更重要的就是 不管是馬英九總統 還是習近平 習大大 其實都非常相信 新加坡當地的偽安 因為如果你不相信他的話 你哪敢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場合 這個場地是新加坡安排的 這個新加坡掛保證有沒有 他們 他掛了保證 我們當然就是相信他 而且因為新加坡人家 真的做得很好 可是你想想看 新加坡的他們能夠安排到 這樣的一個場地 讓連中南海保鏢 他們都可以放得了 新 你就知道 這個我相信他們絕對不是 一句話就解決 一定是事先經過勘察 然後整個去演算過之後 覺得新加坡確實值得信賴 層層的安檢 對 他們才敢讓新加坡這樣做 實際上我們剛剛提到 中共中央警衛員 也就是熟成的中南海保鏢 學人家是厲害到什麼地步 我們以去年12月的時候 當時文在寅 不是到中國大陸去參加 所謂的中韓貿易夥伴關係 這個儀式嗎 對 結果當時南韓代表團要進去 那南韓的記者 當然也想跟著進去 結果我們上輩這些 中共中央警衛員擋下來 然後結果他說 我們也要跟去看看 為什麼不讓我們繼續採訪 這是我們的採訪權 不好意思 你囉嗦 你囉嗦是不是 囉嗦就直接被抓起來 一陣拳打腳踢 中南海保鏢這麼的兇狠 直接把他拉到旁邊打 絕對不跟你客氣的 十幾根 兩個記者十幾根 就把他圍過去一邊 有的直接腳就往他臉上踹過去了 然後被打得鼻青臉腫 一個被打傷 另外一個被打到 腦震盪的現象 到最後你知道當然 那個南韓的官員還趕快過來說 不要打 這是我們的記者 你都不理你 繼續打 你知道還把你的鏡頭遮住 也不讓你看到 然後打完之後 後來好不容易兩個人被救出來 救出來就被送去醫院去做那個 你有沒有看到 人家這個執行跟執法的方式 就是這麼的嚴格 沒有任何餘地的空間 沒有 最後來講 我不管你是什麼媒體也好 南韓官員也好 對我來講 我最重要的就是 守護習大的安全 守護會長的安全 誰讓我覺得 有這個安全上的疑慮 我就是把你打移動 我關你那麼多的 因為他的任務就是這樣 其他的事情 不是在他的考量範圍之內 但是能夠讓這麼兇悍的 中共中央警衛員都放心的 那個新加坡的警衛 那當然也是不同反響的 因為他們可不是 不是一般的新加坡警察 他們不是一般的警察 是 他們有一個很特別的名稱 叫孤家警察團 什麼叫孤家警察團 聽起來很奇怪對不對 聽不太懂對不對 很奇怪 這是一個翻譯名詞 實際上我如果講出三個字 你就知道他們是什麼人 貨真價實的庫爾克傭兵 你知道新加坡每年 都會特別從庫爾克 也就是尼泊爾這個地方 去挑選這些庫爾克傭兵來 這些傭兵你知道 他們只要求17歲到21歲的 只要求這4 17到21 這是年紀輕 而且這時候體力最好 然後這個叫千分之七的錄取率 千中挑七而已 你知道本來能夠來參與 一定對自己體能有自信 然後他們在千中選七 然後才有機會到 新加坡這邊來接受訓練 他們平常的生活 就在營區頭 他們跟外界是完全隔離的 完全跟外界隔離 完全跟外界隔離 所以他們根本沒有跟外界 有任何的接觸 他們平常的生活 就是出任務跟訓練 只有這兩種生活 他沒有休假 他沒有在外面遊蕩的時間 對 他也不會讓你離開營區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 新加坡是一個多種族的國家 對 那如果說你用當地警察 比如說發生一些暴亂的時候 你如果用某一個種族的警察 另外一個種族 可能就會抗議 可能會產生更多的誤會 所以我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全部都是這些庫爾克傭兵軍 你知道他們的配備是什麼 比較標準的 上面戴這個庫爾克的軟帽 這個帽子 是 藍色的軍裝警服 然後旁邊還配他們的標誌 庫爾克彎刀 這裡居然配了庫爾克彎刀 是 他手上會帶著雷鳴燈 散彈槍或者是M16 這散彈槍的殺殺力很大 是 那隨時隨地 他們都保持最佳的警戒 而且你要知道 他們的隔岩其實就是 他事實如歸 你知道 他事實要達成他的任務 所以任何的東西 對他來講都是難不倒他的東西 那也是因為他們這麼的凶害 所以習大大跟馬英九 才會這麼的放心 沒想到這個新加坡 他們所用的這個國家警察團 真是一個不得了的單位 原來都是庫爾克的傭兵 他們在進行執行這樣的任務 怪不得這次這個選手級的 這樣的會面 6月12號 那個維安 當然就是一個沒話說的狀況 可是我們說到新加坡的部隊 其實他們都有到外地做一些訓練 可是有一個地方 他們在之前的時候 一直邀他們要到那裡去訓練 但是那時候的李光耀 考量了結果 他覺得我的部隊 不能放到那個國度裡面 因為放進去 可能有些敵人就會進到我新加坡 我們講到這個新加坡跟北韓 似乎好像很少把這兩個國家 連在一起 連不起來 可是這一次川普跟金正恩 已經要打算在新加坡 舉行川經會的話 新加坡跟北韓 大家就懷疑說 他們兩個真的有關係 我跟你講 這兩個還是有邦交的 有邦交 新加坡北韓1975年開始 在新加坡就建立了大使館 所以這個關係一直到現在 少數北韓在世界上有邦交國之一 就是新加坡 為什麼這個 其實新加坡跟北韓的關係 從這個川經會 才引起大家矚目 我告訴大家 甚至新加坡已故的總理李光耀 可以說新加坡的國父 當年新加坡被迫獨立了 我們這裡講過了 被迫獨立的時候 他星光部隊 大家都知道來台灣受訓了 可是你知道在來台灣受訓之前 台灣其實是備胎 不是首選 為什麼不是首選 李光耀來台主 李光耀那時候想把部隊 放到哪裡去 北韓的同一個半島上面 他的敵對的韓國 朝鮮半島南方 對 他就想要到韓國去 想說那時候的反共陣營 大韓民國最合適的 所以李光耀是優先想到那邊 所以李光耀第一的首選 居然是南韓 後來是想到幾點 第一個 氣候 韓國的秋天 冬天 說冷就很冷 比台灣冷得要命 新加坡沒有冬天的 對 你看緯度差那麼多 在新加坡 如果韓國的氣候搬到新加坡 溫差給達到40度以上 是 所以李光耀想想 氣候這樣好像不適合 南方長大的孩子 就是星光部隊的這些 然後還有包括政治上 北韓的這個和韓國 其實那時候 齒於是都不是很穩定 又對立 然後再加上地形上也不適合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是軍事上 南北韓有38度線 萬一北韓消效打過來了 打到這個韓國 那不是害到了這個星光部隊嗎 那不是就捲入了韓戰 而且搞不好 星光部隊會怎麼樣都不知道 所以考慮到軍事上 有這個北韓入侵南韓的 這個可能發生 所以後來想 他靈光乍現 腦筋一動 到台灣好了 中華民國比較好 後來人文什麼地理環境都OK 後來就大家知道 所以當時跟蔣介石 蔣經國關係也都不錯 對 後來就來台灣了 其實不只是這樣 後面從金正恩的阿公金日成 到他的爸爸金正日 關係其實都跟李光耀 他們家父子都很好 因為金正日 他在生病之前 還不是有金正日的 北韓領導人秘密的醫療小組 他的小組成員好幾個人 據說還曾經被派到 從北韓派到新加坡 去秘密接受新加坡 他的醫院訓練一個月 在那邊進修 原來到了新加坡 只有醫學的訓練 而且還針對腦部的病變 怎麼樣緊急復療 然後緊急治療 緊急復健等等 腦部病變 我們知道金正日 只有中風的問題 他也曾經中風過 所以真的腦部病 怎麼樣幫助他復健的治療 就在研習這個 因為新加坡的醫院 他有西醫 同時也有中醫的技術 也讓當時北韓領導人的 秘密的醫療小組大開眼界 就在那邊進修一個月 所以你看關係不好的話 怎麼會把領導人 這麼重要的醫療保護小組 派到新加坡去受訓 然後再來 你知道2010年 那時候南北韓之間 不是爆發了天安劍事件 後來又發生 岩平島砲擊事件嗎 對不對 你知道嗎 當時在這兩次砲擊事件 沒多久之後 就傳出來金正日病危的消息 後來甚至金正日過世 消息不是來 事件是發生在朝鮮半島上面 但是消息不是從朝鮮半島 不是韓國傳出來的 消息不是從那裡傳出 也不是日本 那從哪裡傳出來 那一定美國CIA 當然 CIA很多間諜 竟然是從新加坡傳出來 最早報導是新加坡的媒體 傳出來 可是怪了 為什麼會是從新加坡 先傳出來消息說他過世 所以大家就覺得奇怪 新加坡跟北韓的關係 距離這麼的遙遠 而且當時這個 在兩次砲擊事件沒多久 新加坡就已經傳了這個消息出來 然後再透過這個媒體報導 傳出來之後 沒多久果然證實了 金正日病死 而且在金正日病死之前 當時這個 新加坡就傳出來說 這個金正日病危了 結果沒想到 後來北韓官方為了澄清 還把這個照片釋出來 你看這個觸控 就是當時2010年的時候 把這個金正恩陪著他爸爸 金正日去視察 這個醬油工廠的這個畫面 秀出來 可是大家就覺得很狐疑 金正日在2008年 或2009年的時候 有點小中風 中風的時候 他應該是走路可能不太方便 怎麼會站得直挺挺的 根本完全不需要人家搶扶 但是不管怎麼樣 後來果然大家還是很訝異 新加坡掌握的消息 幾乎與北韓平壤 這個沒有時差 同步 其實講到新加坡 當時也曾經求助於北韓 新加坡怎麼會求助於北韓 李光耀在1974年的時候 1月31號碰到一個麻煩 當時日本的次軍聯 跟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 就等於是現在ISIS恐怖分子一樣 當時他們這恐怖分子 就在新加坡 攻擊他們 新加坡當時毛廣島的一個 殼牌石油的地方 他們有一個接駁船 叫拉玉號 然後攻擊那個地方之後 又綁架了拉玉號上面的 駁船上面的五名船員 然後當時李光耀第一時間 他想要找人幫忙的 打電話求助的 竟然是北韓的領導人金日成 為什麼 因為他想說 可以請他疏通一下看 可是你想想看 那個時候的李光耀 居然有一個秘密的 這條的通話線路 直接就可以打到 金日成桌上的電話 後來金日成的秘書 告訴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說 現在主席外出訪問 就是在國內其他城市 不在平壤 所以找不到他 所以這個一時間 因為實況緊急了 因為這好幾天 都在跟時間賽跑 所以李光耀沒有辦法 就只好想辦法 就跟恐怖分子談判 最後再出動日班的官員 跟新加坡的官員 還有保證人 搭日航提供的專機 本來要飛到中東去 結果沒想到後來飛機 還是飛到日本 把這些恐怖分子 引去受審 才解除了這一趟危機 所以你從這個可以看得出來 連危機發生的當下 李光耀想到的不是別人 都是金日成 你能不說新加坡的李家 跟北韓的金家 兩邊會不熟 沒有關係嗎 看著原來居然有一條 這樣子密密的直通的電話線路 讓他們兩個元首可以直接通話 可見得北韓這一次對於說 要到新加坡去 這樣子跟川普見面 那金正恩他當然是放心了 可是那就川普而言 他為什麼願意到新加坡 其實川普他也是老神在在 因為他認為說 這CIA跟美國的FBI 我們在這新加坡 可都是一個重要的據點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為什麼選擇在新加坡 原因非常簡單 龐碧歐現在的國務卿 前CIA的首腦 他跟朝鮮之間秘密接觸 第一接觸地點是在哪邊 就在新加坡 原來第一接觸點在新加坡 他們就在新加坡 已經談了很久了 事實上當龐碧歐跟朝鮮 建立了關係以後 他是直接訪問平老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新加坡為什麼會被朝鮮 跟美國選中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這麼說 新加坡現在是CIA跟FBI 他的大本營之一 那為什麼 在東南亞的大本營 除了東南亞 過去是在曼谷 還有一度是馬尼拉 馬尼拉到曼谷 曼谷到哪邊 到新加坡 各位去看 東南亞的國家裡面 真正沒有發生恐怖攻擊事件的是 新加坡 新加坡 對 泰國有 柬埔寨也有 菲律賓也有 菲律賓 馬來西亞 印尼等都有 那為什麼新加坡 他能穩如磐石 因為CIA的行動處 跟FBI的安全觀 是常駐新加坡 因為新加坡 他有兩個重要的地方 一個是樟宜基地 還有一個他是 好 各位來看 好 樟宜機場 好 就是這塊地方 還有一個就是CIA的行動處 現在就設在新加坡 大概有三十幾個人 那二十幾個人是安全官 所以新加坡因為他是交通樞紐 所以CIA跟FBI是非常非常的重視 那更重要的各位來看 這個是非常神秘的單位 大概很少人知道 叫做保安情報師 無論是慈偉強跟現任的黃志勤 各位都看他們非常年輕 但是這個是不是他們的真名 我們不曉得 他總共他裡面所有的人員 大概新加坡只有五個人知道 這一些成員的真實身分 到底是什麼 原來這個單位這麼的機密 這個單位是很少曝光 各位去看新聞媒體 新加坡的保安情報師 他是主管國內外的情報 也主管了反恐 為什麼他會主管國內外的情報 他們主要的全部的規則 都是由CIA代訊的 過去我們一直認為 他們是不是跟英國關係 比較密切 事實上不是 他們是跟美國關係比較密切 從李光耀開始 他們用的人 全部都要送到美國授訓 所以到了美國授訓以後 那你這麼講的話 這些保安情報師的人 到美國授訓 可見得這些人 他們跟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關係 也就非常的好 非常非常的好 那非常的好的話 表示說這金正恩 只要落地進到的張毅機場 你的一舉一動 我都能夠觀察 所以他們叫做天眼單位 這種天眼單位 跟無人機不太一樣 這種天眼單位 是因為他們的身分 新加坡人很少人知道 很少人知道 所以消息也很少外洩 我這邊 那我舉一個例子 各位來看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是全總管 好 這個人是誰 叫做江明哲 好 這張照片 是陽光爆炸案 1983年10月9號 那全斗煥要去看翁山蘇姬 他爸爸 就是翁山之墓 就是類似於我們這個地方的 忠烈池 然後有三個朝鮮的特工 就是北韓的特工 他在這個寺廟裡面 他埋了炸彈 他埋了炸彈 緬甸的查過了 還有誰查過了 韓國也查過了對不對 安全單位也查過 查過了 但都沒查到那炸彈 通通沒有查到 各位知不知道 他那個炸彈放在什麼地方 放什麼地方 他把那個木頭把它敲開 不是 把它鑽開以後 炸彈放在那個樑上面 原來炸彈在樑柱裡面 我根本不會知道 裡面有炸彈 對 所以你看的是平面 你看不到上面 參拜的時候 四個閣員 47個人 四個閣員被炸死 47個人 好 輕重傷 然後這個人叫做姜明哲 姜明哲是怎麼被發現的 新加坡在第一時間內 就查到了這三個人 他查到這三個人 是從不同的地方 入境新加坡 入境新加坡 新加坡就馬上名單交給了 美國的CIA CIA就轉支緬甸政府 然後三個一個是被格殺 一個是被逃走 那姜明哲被緬甸 他判刑因為暗殺國家元首 是 我們看到原來 這個情報單位的安全性來說 跟他們的情報網的蒐集 可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要不然像仰光這樣的爆炸案件 很難講就會在某個地方發生 不過對於新加坡來說 它真的是一個滴水不漏的地方 可是我們說到戰爭會造成人員的死亡 可是有人在販賣那戰死亡 可是販賣死亡要怎麼販賣法呢 現在你注意 高雄有許許多多的外國人出現了 明天他們就要開一場會議了 事實上最近有很多人在講 你走在高雄街頭 你不要看到有一些人 看起來老實老實 甚至好像人生地不熟的樣子 你就想要去欺負他你知道嗎 因為你很有可能欺負到的 我告訴你 他是一個販賣死亡的死神 什麼死神出現了 事實上你會講說怎麼可能 什麼年代裡有人在販賣死亡 我跟你講 其實是因為高雄 明天他要辦一個叫做 台美國防產業論壇 全世界的軍火商 都看到了這一塊大餅 你想想看台灣這兩年 民進黨執政之後 又要搞什麼國機國照 潛艦國照 自己做一大堆的這個東西 這玩意兒可以賺不少錢 可以拿不少錢出來 更何況你還想要買什麼F35 M1 M1A1那些坦克車那些東西 先進武器都想買進來 所以全世界的軍火商的代表 他們通通都想到說 我就到台灣這邊來 跟你們這個推銷推銷 所以你想想看 要想吃台灣這塊軍火大餅 為什麼講說 這個叫做販賣死亡的死神 因為他們賺的每一分錢 都是靠販賣武器 那個武器到戰場上 殺人 都是殺人的 當然 所以更有人講說 這一批人看照片上面笑 你看 笑得多燦爛 他們手上賺的每一分錢 搞不好都是沾滿了血 我們就看到 其實全世界很多人在講說 軍火商最多的是在哪裡 就是在美國 美國軍火商多 是啊 結果你知道嗎 人家竟然就發現到 美國跟俄羅斯抄襲喜歡比的 你知道 武器什麼通通都要比 最近有一個數字 讓川普笑得很開心 什麼數字讓川普開心 因為他們2017年 對外武器出口的總額 他們最近公布了這個數字 居然比俄羅斯還要大三倍 多三倍 等於是他的武器的出口量 比俄羅斯還要多 你知道嗎 看來這個商人總統 他可真的是熱歪歪了 對 後來他們這一算的時候 發現他們在2017年的時候 他們光這個賣出去的 這個軍火的部分 其實就高達419.3億 這麼高的產值 比2016年的時候 還要高20%左右 那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好多人都跟他買武器 可是表示說好多人買武器 拿到戰場上就有好多人 死在戰場了 問題就來了 你以為是軍火商這些人 通通在那裡努力的嗎 不是 我告訴你 美國政府在後面幫了大忙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統計出來 比如說我剛剛講說 419億的這個數字裡面 有320億居然是透過他們 類似像這個軍事 這個採購的這個部分 這給他流出去的 另外還有一個比例 是對外的軍事援助 還有包含美國這個黃布 他們也在那裡賣你知道嗎 看來那名堂還滿多的 所以你看美國那些軍火商 跟美國政府關係 當然會保持得很好 尤其川普 現在又是個商人對不對 很多決策 全部都是用商人的邏輯在講 現在就有人講說 你看要做軍火商 一定要有人推銷對不對 是 最大的推銷員 我告訴你是誰 你知道嗎 是誰 川普 對 他本來是商人出身 但是川普你幫軍火商 當推銷員有沒有搞錯 中間有沒有口名秀 我跟你講 現在問題就來了 你記不記得那時候川普 那時候不是還講說 我告訴你 我跟伊朗這個核武 這個協議 我不要了 我不要了 結果一不要之後 發生什麼事 以色列跟伊朗就開戰 對 這些開戰買 用的這些武器 都是從哪來的 很多都是從你美國這邊來的 所以大家就發現到說 這個軍火商 所以等於這張中 又是一筆軍火交易 當然 笑得樂哈哈的背後 美國政府幫了個忙 川普也幫了很大的忙 那我們就來看看 像這些軍火商來講 你看 所以怪不得 這時候開戰的話 當然這些軍火產業 他們的股價價 市值 全部都上漲 就會全部上來了 好 我們就講說 美國武器最近最夯的是什麼 你知道 飛機來講 F-3速 我們就講說它是什麼 五代戰機什麼 全世界各國通通都想跟它買 那做F-345的這個公司 叫做洛克希德馬丁 以前大家都知道說 它做很多的軍火 什麼都做 我告訴你 可是人家光靠這個F-345 它就賺翻了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現在統計講說 以洛克希德馬丁公司來講 現在他們陸陸續續交到 全世界的那個F-35的數量 大概是有大概265架左右 不少 不少對不對 千千來又265架 一個國家也分沒幾架 但問題是我告訴你 它價值很高 不值價值高 我跟你講 他們現在以一般 因為每個國家賣的不同 像台灣要跟他買 他一定賣我們特別貴 當然我們是比全世界的各國 還要貴 你買什麼都貴了 好 我們就用全世界各國 平均大概一架 他賣1.75億美金 大概1億7千5百萬美金 可是你知道 它的造價其實沒這麼貴 所以有人發現到說 你把它這一扣了之後 我跟你講 它一架的利潤 將近有6千萬美金 一架就6千萬美金 6千萬美金 這個換算過來 等於是17億的台幣 如果165架 你再去層層看 那個將近台幣交個4505億 左右這個台幣 這200多架就已經賺翻了 光這個飛機就比他賺了 你知道嗎 另外還有一個戰斧飛彈 戰斧飛彈最近也很夯 為什麼 動不動 就一打都是105枚 不就飛到那個 這是你記憶的 去年神聖節的時候 這一打對不對 59枚就這樣K上去了 然後今年川普 又繼續加碼的打 又打了這個100枚左右 可是你知道嗎 他們也發現到說 那個戰斧巡役 其實在波斯灣戰爭之後 他們陸陸續續 有打了2300枚你知道 大家就覺得他的效能很好 最誇張的是什麼 他只要一打就代表什麼 你只要有消耗就會再生產 所以你知道這一打下來之後 包含他們做這個戰斧飛彈 叫做雷神公司 他的股價居然上漲了 你知道嗎 真的 因為需求量大 他的產能也要到 對 他在去年的股價 他才155塊美金左右 沒有想到他今年川普 再打100枚的時候 股價居然往上漲 差不多222塊左右 差這麼多 對 所以你想想看他一枚的利潤 最少也在50萬美金左右 所以你看川普這樣打 對於這些軍火商來講 當然笑呵呵 但問題是笑呵呵的背後 是多少人命的上升 看著買著死亡的人 這些人口袋裡面 可真是賺飽飽 怪不得人家講 大炮一響 黃金萬兩 當然錢就是這麼而來 看來明天這交易當中 台灣我們的納稅錢 可要被額出去不少了 可是我們說到 台灣的軍火買賣 其實其中有許許多多的學問 因為關係到 因為國際利益 跟國際縣市的關係 甚至當年我們買潛水艇 居然是跟玩具商人 來買到潛艇 其實這個玩具商人 他出生入關36期 他的名字叫做張家寶 他是跟帥話明將軍 他們都是同期同學 跟前參謀總長霍守葉 都是同期同學 還有他是國防部的禮賓師的官員 經常接待國內外的政要 所以張家寶他表面上 是搞搞小玩具 但是實質上他買到的是大玩具 這個大玩具是什麼 海龍海虎 潛水艇居然是玩具商人買進來了 他買進來 當然不是他買進來 是他仲介 仲介進來的 張家寶這個人因為他理 他是禮賓官員 所以他懂得很多 國際禮儀方面的事物 當時候他聽說 你荷蘭想要出售 其實不是要幫我們建造 是要出售什麼 退役的潛艦 用的舊東西要賣給我們 就是二手貨 就是二手貨他要賣 但是我們評估了以後 覺得這個是有問題 但是張家寶就是帶著酒 去說服了RSV 就是潛艇製造廠 還有荷蘭的國會議員 你說拿著酒 我就跟他們拚酒 拚了以後 除了拚酒以外 他還送酒 成交了 成交了剛剛好 RSV 他發生了財務問題 這個時候就是說 潛艇造不下去 結果海軍就是直接把資金 依註到RSV廠 所以RSV廠他們有錢了 潛艇就可以造下去了 對 造下去 造下去以後 那佣金多少 按照國際慣例 大概是10%到12%之間 他的10%到12%很高 對 不少錢 但是因為荷蘭的國會 沒有通過輸出許可 結果他拚酒拚酒拚到最後 荷蘭的首相也同意了 國會也同意了 就剛剛好 所以潛水艇就弄進來了 潛水艇弄進來 但是因為你財務危機 他佣金不得了幾十億的佣金 他幾十億的佣金 事實上張家寶 他說他沒拿那麼多 但是大家都在講說 你只要賺到一筆的話 你可以吃個一輩子 不只一輩子 我看三輩子都沒問題了 除了三輩子以外 這個人是誰 各位看看 是唐飛 有一次我在某家餐廳 在安和路的某家餐廳 我突然看到唐飛 唐先生 跟張家寶先生 在那邊吃日式料理 吃日式料理的時候 唐飛 唐先生那個時候 是參謀總長 還有快要升任國防部長 他擔任參謀總長任內 各位曉不曉得發生一件什麼事 他找了張家寶吃飯 因為他跟張家寶都是認識的 認識的時候 就前後期那些同學了 對 一個空軍 一個陸軍 然後他請求張家寶 做什麼 能不能夠再去荷蘭一趟 買六艘潛艦回來 也弄了兩艘進來 還要他再去弄六艘進來 就剛剛好 小布希你賣給台灣的 就是八艘潛艦 那個時候 國防部就透過了張家寶 但是張家寶 到荷蘭去的時候 荷蘭迫於大陸的壓力 所以沒有買成 這個陳湘梅女士 他給我們推銷多少 還有一款叫做B-19洞洞 就是都是行政專機 那個現在還在飛 對 現在還在飛 霍克50現在也在飛 霍克50是荷蘭貨 他荷蘭的 他是荷蘭的 19洞洞跟T-34C T-34是教練機 教練機 因為19洞洞是雷神公司生產 教練機也是美國生產 美國的軍火艙就是透過他 透過陳湘梅要台灣買了這些 台灣買了這些以後 但是陳湘梅說 那我只負責推薦 我並不負責後勤維修 所以也就你們自己要去談 你們自己要去談 蔣經國起了個鑰匙 就是說告誡 好不存 說下一次不准讓陳湘梅 介入軍火 但是霍克50 這是另外一段曲折 這個曲折是說 荷蘭委託陳湘梅遊說台灣 去買霍克50 但是你後勤維修 你荷蘭說 那個是要另外簽協議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軍火商真正他要賣的 都是大錢的 都是潛艦跟空軍換相機 霍克50還有T-34C 這才有利潤 至於說什麼鋼盔 T-S腰帶水壺 那個是沒有利潤的 只有台灣賣給別人 但是台灣買的 永遠是大筆的軍售 沒想到吧 明天的時候 在這個南台灣地區 居然有這樣的一場 軍火會議要展開了 看來這當中的交易金額 可真的是不得了 當然從中拿到佣金的人 那才是真的高段 可是這大家在看著台灣的金錢 一不斷的流失之時 你只能擁有小確幸 因為你看看今天的電信公司 499 大家都擠到翻掉 但你可曾知道一件事情 羅馬尼亞 它本身的4G上網速度 居然比我們台灣還快 是 立剛 我們都知道在現在 你的上網速度 其實就跟你的國力 基本上是有一定的關係了 當然國力越強 上網速度就越快 跟你的科技發展有關係了 所以你看 在這些競爭的國家當中 你看新加坡就非常前面 原來新加坡是在這上面 對 倫德蘭 荷蘭 挪威這些國家 你看韓國你看 在這麼前面的地方 韓國也已經在這裡了 有沒有注意到 當然人家因為我們 我們還不會太意外 因為我們認為他們 都是先進國家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你看這是什麼國家 這叫保加利亞 等一下 不可能吧 保加利亞以前是共產國家 是 我跟你講 人家排名第9 東歐 是 然後他怎麼變那麼高 羅馬尼亞排名第20 羅馬尼亞不是讓我們覺得 民生都很邪屁 然後結果我們的台灣 我們自認為自己還算是 滿先進的國家 我們居然排在第27名 天啊 我們台灣居然 在這個地方 是 我們的4G speed 只有26.66Mbps 我們居然只有這樣子 是 我們居然還輸給羅馬尼亞 我們還輸給保加利亞 當你的網路速度 都比人家慢的時候 你在未來的產業 未來的發展 未來的大數據 未來的AI 請問一下你憑什麼去發展 那你想想看 當我們台灣 處於這種處境的時候 我們的廠商還在499之亂 海災裡面到處帶大家去搶這種 4G的東西搶了個半死 那只是為了能夠更便宜一點而已 現在外面還在排隊 是 所以消價競爭 如果就是我們廠商 未來的趨勢的話 那不就完蛋了嗎 那不可能有更新的 系統設備裝上去 實際上 為什麼不可能 人家韓國就是這樣做 這一次平常奧運 你以為 平常冬號 你以為人家是在看那種 只是體育賽事嗎 韓國是趁機把它 已經籌備兩年多的 所有的5G這些東西 全部都用上去了 韓國開始用5G了 是 因為他準備在明年2019年 他準備就要讓5G已經商業上線了 什麼 明年就要商業上線 是 那現在算一算 我們現在已經5月份 不到7個月的時間 是 那我們大家還在搶4G 可是我們現在台灣 連5G的風都沒聽到 是 所以這高這麼貴 聲音都沒有 你以為只有韓國是這樣嗎 大陸也是一樣 大陸他們是預計2019年 他也要開始初步的商轉 到2020他要全面商業服務 所以也就是說到了後年 他就全面商業啟動 可是大陸的地這麼大一片 他全面到底搞5G 是 我跟你講 其實他們早就已經開始了 中國移動 就已經跟華為跟中興合作 他們已經到處在推行 而且他準備 今年至少在維安心去做 100座以上的5G基地台 人家已經整個在啟動 然後中國移動 甚至已經結合了小米 然後這些新的OPPO Vivo 華為紫光 這些20家以上的商商 全面再去推動這些東西 所以人家是在快速 在追趕5G這個 為什麼 因為這完全是未來 5G的速率比4G大概快 快10到100倍 快那麼多 快 非常非常多 而且它的延遲 從原來的50毫秒 會降為只有1毫秒 它的耗能 甚至只有原來的千分之一 耗能反而變小了 對 是 所以它能量耗能很小 速度傳輸快 這絕對是未來的一個趨勢 你要用到所有未來的高科技 你如果沒有改上5G 你基本上就完蛋了 所以還有另外一個國家也在改 誰 美國 但是美國現在非常憂心 美國憂心什麼 他的商務部長羅斯自己就講 我們現在只是希望某一些廠商 能夠跟我們合作 然後用點的方式去推廣 結果中國現在是用地毯的方式 去推廣 人家用地毯方式 是一整片都在推廣 是 你這樣子 怎麼去跟人家拚 所以美國開始使出殺手箭 他先對中心就下手了 我不讓你買我的所有軟硬體東西 我就讓你這個廠商 根本沒辦法發展 我讓你活不下去 這樣子的話我的東西 才能佔據全世界 然後博通要去收購高通 1300億 我也不准你 為什麼 理由很簡單 因為你有可能會把一些技術 洩漏給大陸 我就不同意你這件事情 實際上我要掌握這些技術 牢牢的控制在我美國手上 以前我們都覺得很奇怪 美國是自由主義市場國家 對 自由經濟市場 國家應該減少干預 只有大陸這種計畫經濟 才會用國家全面干預 為什麼川普會改變了 因為沒辦法 你現在國家如果再不介入的話 你真的會完蛋 因為在5G的世代 如果你沒有趕上 然後特別是大陸還用 現在用什麼 求買偷三種方式 反正捷徑所能 想要去挖最新的技術 用盡方法一定要拿到手 在這種情況下 美國如果再不擋住大陸 追趕的速度的話 美國就要被超越 一旦被超越 他就完蛋了 所以現在美國 只有一個辦法 全力擋住大陸之道 2025 只有這一招 才是美國未來的生存之道 可是擋得住嗎 你現在看大陸市場這麼的大 有13億的人口在這樣消費 你想想看 美國人靠他的一個行政命令 靠他這樣子 對於中心這樣的制裁 有用嗎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說到地球表面上的生態環境 可以看到是受到人類的破壞 有些魚群 有些生物的數量 正在減少當中 但是如果突然之間 大量的生物正在快速的滅絕 而且突然之間 他們就這樣曝失在那陽光下面 究竟是出了什麼事 難不成世界末日提前到了 跟我們一樣是動物 跟我們一樣是生命 可是他們竟然堆在海灘上 而且綿延了1.6公里 那麼長的距離 1.6公里很大一片 非常可怕 來 我們畫面上看到 是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那兒 那兒的這個沒有想到 大家有沒有看見 這海灘上面這些東西 大家想說為什麼是垃圾 結果不是 大家知道嗎 這個地方的海灘 素來以潔白 純淨 甚至是潛水天堂聞名 但是現在看過去 大家都不敢靠近 為什麼我看到好像滿滿的東西 生物在上面 沒有錯 我們用鏡頭來拉鏡的話 給大家看 還好我們的這個電視畫面 不會飄味道 不然實在是臭氣熏天 還惡臭 因為沒想到 死了這麼多的沙丁魚 全部都擠在這個海灘上面 這個是他們之前前所未見的 他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但是不管是眼睛看見 還是鼻子聞到 全部都是死亡的氣息 可是這1.6公里 這麼大片的沙丁魚 大量死亡 對啊 這很詭異 非常可怕 到底是什麼事情要出現了 可是我們跟大家講到 很多時候的警訊 他從這個 我們講到 生物大量的死亡開始 那他有可能什麼 有可能是有東西 從地底竄出 或者從天而降 這到底是什麼複合式災難 來 我們畫面上看到這個 這個氣勢有磅礡到 非常恐怖對不對 這在哪邊 這在夏威夷 來去哈威夷那個地方 夏威夷現在怎麼看到 這麼多的火山熔岩 沒有錯 已經連續 它已經這樣子蠢洞 已經有一個星期了 然後它這個岩漿 難不成地獄的入口 門已經打開了 很可怕 結果我們更擔心 它是個地獄的入口 還是地獄的出口 總之重點是在於 好像把夏威夷那邊 給吞噬一搬 那後面上看到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看這個火山口 有沒有看見 那個岩漿在那裡滾 有沒有看到 對啊 沸騰的岩漿這樣在冒 而且其實沒有錯 有一些岩漿已經流下來 已經毀了很多的車子跟防射 但是更可怕的是 他們當局告訴我們 火山內部慢慢的在改變 下星期會有爆炸式的噴發會出現 所以你說下禮拜 還有一個更大的壓力都出來 沒有錯 當然我們火山爆發 大家很熟悉的火山灰 然後還有這個岩漿會出來 但是他們更擔心什麼 什麼東西 後面上有沒有看見 下面火紅高溫的是紅色的 但是有沒有看到末端 有一點點變黑的東西 那在噴的是什麼 那噴出來的石頭 或者是迅速冷卻的岩漿 全部變成這個炸彈 如雨而慢慢的打到我們的身上 所以也就是說壓力在噴出之後 那些東西掉下來 可是會傷人的 這個淡如雨下 而且大家知道嗎 小到 例如說一顆小石頭 大到鵝卵石 大到我們抱不動的石頭 你看你知道他們推估 大的有多大嗎 像一台電冰箱那麼大 天啊 一個電冰箱 從天上這樣打下來 不打死人才怪 這樣子打下來的話 那真的非常可怕 而且其實我們現在 大家可能想說 火山運動就火山運動 就算有影響也是小規模而已 結果科學家現在告訴我們 不是 火山你甚至可以說 它是整個地球的 這個地域的入口或出口 它甚至是我們走向滅亡的 一系列的非常可怕 不可逆反應的開端 沒想到那個居然是走向 滅亡之路的前兆 對 這到底怎麼回事 來 我們看一下 這個有一個科學家 他叫做Thomas Kirin 他竟然從貝殼的化石 來我們在這個觸控螢幕上 可以看到 大家想說這個貝殼化石很特別 對 你知道嗎 這是放得非常大 它只有一公里大而已 一公里就一定 不是而已 十根頭髮那麼粗而已 好 這個東西的話 大家不要想說 這麼小不起眼 大家知道嗎 他是我們的老祖宗 他在地球已經待了五億年了 時間還真久 這是五億年前的化石 五億年前我們回到地質史上 是什麼 是韓武紀大爆發的時候 也就是說動物生命突然在海洋當中 突然大量蓬勃出來 科學家從蛛絲馬跡當中 你看他找到什麼原因 什麼東西 我們過去認為韓武紀大爆發 可能跟氧的含量改變有關 現在竟然又回來了 火山爆發 跟火山爆發有關嗎 他竟然說可能是因為地球上 火山爆發 然後引發了一堆的溫度 連續變化 到最後導致整個海水溫度上升 還好五億年前 陸地上沒什麼生命 現在陸地上生命已經非常多了 再爆發就糟了 來 還沒講完 剛剛講五億年對不對 還有科學家研究什麼 研究三億七千萬年前 三億七千萬年前的話 是什麼時候 它是五大滅絕事件裡面的 照實去來拍 是第二個大滅絕事件 結果我們發現什麼 沒想到他從很多層機的 這個沿層的數據來看的話 他竟然發現 沒想到這個大滅絕事件 竟然也跟火山爆發有關 從五億年前到三億多年前 都是跟火山爆發有關 而且接下來的兩億多年的 也都有關係 而且他們一億多年就有事情了 沒有錯 而且更可怕的重點是 他們竟然發現火山爆發 不是我們剛剛講的 那麼簡單而已 因為火山爆發會釋出很多的孔 含孔的成分 對 但是的話我們再講回來 我們因為認為活動大氣改變 全球暖化 火山爆發平人 汙染的話孔嚴重 孔汙染又變嚴重 所以地球有它自己毀滅的機制 我們人 是不是在加速它的毀滅 我們看著人的渺小 你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沒想到這地球的一個 大的一口災難 人可能沒辦法去阻擋 但是什麼時候發生 我們現在目前 仍然是在觀測當中 可是說到人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如果有一堆腐爛的肉在那裡 我跟你說那一堆會變黃金 你會相信嗎 可是我跟你說 這一堆肉值3億台幣 那怎麼這個執法 理長 我們來看看這一群人 是在挖什麼 挖寶嗎 還是挖礦 還是挖石頭 但是你仔細看 可是我看這個 怎麼張張舊舊的樣子 對 這個地方上 張張舊舊的 好像是這個環境 這個障亂不堪 我告訴你 他們不是挖寶 挖礦 挖黃金 他們在挖什麼 也不是挖石頭 他們是在挖可能會變成黃金的垃圾 這麼好 那這樣子發了 但是有礙人體健康 搞不好是這個 常常人家聽得很噁心 他們是在挖狙肉 過期的腐肉 僵屍肉 不管是雞肉 牛肉 豬肉 過期的肉品 冷凍肉品 都丟在這裡 丟到這個垃圾野脈台 這在大陸雲南省 津坪縣 他們一個姚族 苗族 歹族 他們三個族的自治區的一個 三個村莊的野脈場 每個這個野脈場 垃圾野脈場 大概就是三四個野脈場 那麼大 然後當地的村民 就竟然這樣子去 日以繼夜的開始挖挖 你看 從垃圾野脈場裡面把那個 從白天到夜晚 還拿著頭燈在照 對 我為什麼說 把這些垃圾挖出來 可以變黃金 這些本來是過期的肉品 丟到那邊本來就是垃圾 就是不值錢的東西 可是他們挖出來 清洗一般之後 又用一些藥劑把它漂白 然後再賣給來 跟他們收購了業者 然後最後再轉賣出去 就流到了東南亞 中南半島 那些不管是泰國 緬甸 越南 那些其他國家去 然後他們就變成烤肉出來 或是一些黑心商店 跟餐廳的業者 跟他們買下來 你跟我說這些東西 我經過漂白化學處理 我送到了東南亞變成烤肉了 變成餐桌上的家 所以去東南亞旅遊的話 就注意了 對 就給人吃 很恐怖 如果吃了消費者 吃到這些肉品的真正的來源 是源自於像這樣的一個 垃圾野脈場 那還敢吃得下去可是 對 而且化學藥劑漂白過 可能會致癌 可是他們這樣子黑心又噁心的 這個居肉 腐肉 殭屍肉 轉賣之後獲利了這樣的 不乏所得 超過八 九千萬元新台幣 那個人民幣 就是兩 三億台幣 三億台幣 三億台幣都有了你知道嗎 所以這麼賺錢的商機 又不用什麼成本 當然他們就盡量去挖 而且你知道嗎 這樣的一個產業 還形成一條龍 居然還可以成一條龍 因為當地的村民 在那邊挖了之後 就有專業了他們的一個 收購的業者 收購業者來跟他們買 買了之後 他們在有專業的運輸 而且他們為了怕官方在查氣 追蹤他們 甚至有媒體記者收到消息 要去抓他們去追蹤報導 結果他們至少 在運送的過程當中 會換三次車 還換車 你有沒有看到 現在就在換車 你有沒有注意到 警覺性很高 可是在垃圾野蠻場 附近方圓15公里的範圍內 沒想到這就像是 警匪追逐的 電影場景裡面 一樣的這樣子的劇情 像一個躲貓貓一樣的 這樣不斷的在追 你打車堆滿了 你有沒有看到 是 換車三次 然後甚至在中途 我剛剛講方圓15公里 離垃圾場滿近的 這樣一個冷凍的肉品 零售店 它是ISO9001 對 它會假照這些標籤 甚至其實都是過期的這個 而且來路不明 它上面的產地 根本沒有標示清楚 你知道嗎 在附近的商店 零售店都看得到 更何況是賣到東南亞這些 包括越南 泰國 緬甸這些國家在內 就可能就全部都吃得到了 可是最後那邊的人 吃的都是這樣的肉品 是 所以當然現在大陸 也在加強的去抓 還有查戲他們 但是你知道嗎 大陸還真的還滿厲害的 他們有辦法就會把這個 變廢為寶 這個變廢為寶 把這個廢物變成這個寶物 垃圾變黃金 對 怎麼變 我們剛剛講的是 比較負面的對不對 但是之前大陸 曾經也發生過 這個地溝油的事件 流到了這個餐桌 讓大家很多的消費者 都是大家媒體踏罰 消費者都抵制一個噁心 可是後來大陸其實 他花了很多時間 去不斷的研究 生物用的航空油 航空用的煤油 生殖藍油 結果他們竟然研發成功了 而且讓這個海南航空 在這個之前 成功的搭載了這個 201人的這樣的一個飛機乘客 跟基礎人員 飛到美國 芝加哥國際上 他把這些什麼 棕櫚油 食用油 還有這些什麼動物脂肪 還有包括餐桌上的廢棄油 就是地溝油 我在我家煮飯完的 煮菜完的那些油 居然可以變成飛機的油 沒錯 他把它提煉出來 的確減低了他們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也提高了他們這樣的一個 環保的這樣的一個效能 所以也的確把它變廢為保 廢物必用可真是不得了 可以進化成 如此這般的一種程度 可是如果說是那些 爛掉東西給人吃 這樣的廢物利用 實在是太恐怖了 可是說到恐怖兩個字 就要講到福建那個地方 有一個小小的神秘的村落 許多人都不敢走進那村落裡面 因為你知道一件事情嗎 走進去 你可能走不出來 在福建長樂市有一條敏江 但是在敏江 它流經的地方有一個村落 因為它的造型有點像是古琴 那有人就把琴 怎麼看起來形狀好怪 對 他就把琴跟江 叫做琴江村 可是你從這個福坎圖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到說 這個村子裡面的那個建築物 好像有一點怪怪的 你知道嗎 因為一般來講 街道不像街道 路不像路 我跟你講 其實你如果進入到這個村莊裡面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一定會迷路 所以你一說我走進去 就會迷路了 但是那個百分之一的 你不要以為它特別厲害 你知道嗎 事實上它是要有當地的人帶 否則它進去 一樣是會迷路的 甚至有人誇張的講說 你就算用現在最先進的 那個Google Earth GPS GPS定位我告訴你 你也走不出這個地方 我GPS進到裡面 也進不到迷宮陣 也都進不去 那就很奇怪說 這個村莊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事實上 我們就講說 在中國傳統的建築裡面 大部分村莊 都是這種多層的 青磚土牆所做的 但是它這個村莊 很奇怪的地方是 它都是用木頭 而且是用單層的這個木頭 所以你其實走到任何地方 你會發現到說 怎麼建築物長得通通都一樣 你說看得是通一模一樣 不是只有房子的樣子一樣 它連門窗的位置都一樣 所以我左轉右轉 我看起來怎麼好像 都在同一個點 甚至你進去到屋子裡面 你會發現到說 等一下怎麼連屋子裡面 那個水井的位置 全部都相同 不會吧 每一家裡面看起來都一樣 所以你走著走著 突然一個閃神 奇怪 我這個界尼是哪裡 我到底走過它了沒有 你根本搞不清楚 那可麻煩了 第二個就是說 它在這個村莊的建築裡面 他們居然巷弄 居然都是L型 或者是T字型的 所以你走一走… 經常都會遇到一個 就比如說我們就往前走… 走到一個地方之後 突然會看到一間廟 在路的盡頭有一間廟 你就想說左右邊都沒路了 那就走進了死胡同 那麻煩了 所以之所以在那裡迷路 就是因為你只要一走進去 稍微一不留神 居然就迷失了 天然地北的這個方向 完完全全都困在這裡面 大家就覺得很奇怪說 你把每一條路的那個位置 幹嘛蓋這麼多廟宇 其實我告訴你 那個廟宇是有用處的 你知道嗎 因為你外地的人 一走進來的時候 你以為前面沒路 其實廟宇的兩邊 是有小路的 你可以繞過這個廟宇再往前走 但問題就在於是 誰會設計這種奇怪的建築物 我跟你講 其實在這個秦江村 它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作為軍事用的這個用途 你知道嗎 它如果是有人闖進來 這裡面的時候 所以它是刻意設計成 這樣的形狀 所以你現在看這個鳥坎 怎麼會有房子 蓋成這樣長排型長排型的 所以你說馬路都要橫重 這樣子交錯才對 而且你走進去 好像在走迷宮的概念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有敵人入侵的時候 你就很快 就可以把它給殲滅 所以大家就講說 天啊 你的古人的智慧 還是滿厲害的你知道 你想想看我在 結果搞到最後原來重點 是在於軍事防禦用途 而且你想想看 我在平面上面的時候 我怎麼能夠蓋出這種迷宮樣 通常你要從高空看 你才有辦法 不俯瞰 古代不可能俯瞰 所以你從俯瞰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得到說 這個密密麻麻 看起來像迷宮 其實確實你也很難去理解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說 這個是在江邊對不對 有一些村莊 它就是蓋在峽谷邊 或什麼地方依山而居 然後傍水而居這樣子 可是我告訴你 在廣東也有一個神秘的 這樣一個村落 你在畫面上講說 村落應該都是人來人往 像剛剛那個對不對 還是有人走來走去的 可是你就看到這個村落裡面 怪怪的 因為它居然都被很多的植物 給包覆起來 一個村落被包覆 感覺像在叢林裡面 你現在畫面上所看到 這個村莊叫做鄧邊村 它本來它會在廣東這個地方的時候 以前它有一些人口 通通外移出去 然後到國外去海外打工 他們有些人賺了一些錢之後 就想說我要把這個家鄉給做起來 所以他們居然就匯錢回來 做了很多的這個房屋 但是也很怪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那時候 就一直有些外面的人 進來這邊洗腦 所以他們後來就建了一座碉堡 想說我們大家來防禦起來 做防禦工事 那也很奇怪 碉堡建起來之後 外人就是沒有來欺負他們 你知道 但就很奇怪說 不知道是不是冬到了風水 還是什麼的 居然這個村莊開始慢慢 大家都發現說 在這個村莊住得很不開心 慢慢的有人就把這個 慢慢的移出去 移出去 移出去 沒錯 後來到這個整個村莊 你看那麼多房子裡面 只剩兩戶人家 而且他們當時也不知道為什麼 你知道他們居然在那個牆上 有做了一些彩繪 也畫了一些圖 但是居然裡面都是有人的那個臉 甚至有一些 看起來就起形怪的 那人家看起來就很恐怖 對 你剝落之後 再看到那個燈光一照的時候 我的天啊 人家都好像走到鬼片的拍片場 裡面去你知道 所以在這個地方 又被人家稱之為 叫做廣東的吳柯庫 看到這樣的村落 變成了原始的狀況 可是也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當人類離開的時候 自然他就會把它變成一片荒原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說到現在的影片 有許許多多的特效 那當然一定是大成本大製作 才能像有好萊塢這樣的規格 現在有一個影片出來了 有些人就在想說 那應該是好萊塢的新片吧 對 看起來其實非常厲害 而且感覺很燒成本 那你不知道它是實地去取景 還是電腦動畫 總之都是大成本大製作 那感覺上好像是一個什麼 什麼年度的大片的這個Teaser 就是這個預告片釋放出來 但是沒有想到大家去調查之後發現 它的製作成本真的不低 不低 但是到底是百萬還是千萬製作呢 那可能當然用千萬美金來算 結果是一千 一千 美金 就一千美金 一千美金才三萬台幣 怎麼可能 你看一下這個場景 一千美金三萬台幣 你說做這樣子只要一千美金 結果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看你知道嗎 沒想到這是一個攝影大哥 自己在家裡做的 你看這種各種場景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 不是電腦實際動畫 你有沒有看到 他的金字塔怎麼在他手上 對 就像是他們 大家平常喜歡自己做模型 你看他就這樣做 就這樣打著 還噴殺 還可以弄成這樣子 我說一千塊搞不好 搞不好還不用了這意思 所以他就會這樣慢慢做 不管是實地的場景 不管是一些車子 不管是一些 甚至連整個地球 所以我根本不用 跑到那金字塔那邊去拍攝 我根本不要花很大的錢 沒有錯 也不用電腦動畫了 我居然 就在一個攝影棚 就這樣搞定 實在是太強了 可是我們有一些東西 你真的很好奇 他真的有這麼大製作嗎 來 我們講到的 就是這個變形金剛 這個厲害 可是大家就想要變形金剛 變形金剛 現在大家講到機器人 小朋友馬上想要變形金剛對不對 日本人這口氣是怎麼吞下去 但是大家知道嗎 畫面上這個就是 日本的變形金剛 他有沒有發現 慢慢站起來了 大家看得出來嗎 裡面真的坐的人 你有沒有看到 沒錯立剛你看到重點 駕駛還不用出來 就這樣子站起來了 可是其實你看它動作 可能還是有一點慢慢的 現在大家知不知道 機器人已經厲害到什麼程度 之前說會走路 會上樓梯對不對 會開門 現在還會跑步 有沒有看見 這厲害了 對 這個其實 我們就跟大家講到 你會發現它是Atlas 然後它之前的話 有很多改良板 現在已經厲害到 這樣就會小跑步 可是它在草地上面 現在居然跑到山坡上面去 對 沒有錯 你看它在這邊小跑步的話 這個是來自這個 Boston Dynamics 然後現在糟糕 遇到有一個木頭 趕住它去路了 結果有沒有看見 立定跳兩下去 給它跳過去 這麼輕盈 可是大家還是很好奇 你如果動作這麼靈巧的話 你看起來這麼像機器人 這樣不是不好嗎 我們來看一個 這個人怎麼回事 你怎麼拍一個阿伯要幹什麼 結果阿伯為什麼 表情很僵硬 因為他是機器人 什麼 他機器人 不是 所以其實機器人真的太像人 你覺得很厲害 還是很詭異 看到這樣的畫面 看到這樣的場景以後 走在路上 真不知道是人還是機器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說到螃蟹 你一定會想到 它一定大家橫著走 可是現在有一群螃蟹 他們改變他們走的方法了 而且他們還有很感情 因為全部 這個兄弟都拉在一起 這是蜈蚣吧 結果有沒有發現 你們知不知道 這個螃蟹 他們感情有多好 有11隻 他們根本是什麼 鐵達尼號 在比賽是不是 鐵達尼號的You jump I jump 不是 不是比賽 他們一起跑 再不然的話就是什麼 就是海角7號的 留下來 或者我跟你走 有沒有發現 令人感動對不對 但其實大家還是很好奇 剛剛那個很感動 接下來就恐怖了 這怎麼回事 天啊 這個是施速列車的 地下停車場板 有沒有看見 地上有好幾隻僵屍 在那邊 在那邊跳來跳去 等一下 魚為什麼在走斜坡 跳來跳去 問題是大家知道嗎 反了反了 這個畫面是怎麼錄出來的 這個畫面是這個車的車主 你看看 它還在發鬼 你有沒有看到 對 因為他們看到 這四隻僵屍 一直跳一直跳 一直步步進逼 越來越近了 車子一直推一直推 大家有沒有看見